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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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請就坐 我們現在進行 第十三屆第三次定期大會 市政總質詢 接下來第四質詢組 李方盧議員郭趙寅議員 吳市政議員梗慧議員 時間160分鐘現在請開始 市长好 好 那个 你有说过 在改变台北 从文化开始 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用管理 对的事认真做 不对的事不要做 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 对 市长你什么时候说的 讲过很多遍 讲过很多遍 这个是您在2019年的1月13号 我是从那个 报章上面解录下来的 想问一下 市长 什么是对跟不对 怎么去决定 其实95%的事情 它相当清楚 就是有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对与错 当然有一些是叫controversy 就是那种模拟两可的 不然那大概在5%的以下 所以大部分 确定的就有去做 所以大部分人说同意 认为可以做的 你就做 但是有时候会角度不同 甚至于目标方向不同 它一定会有对与错的不一样 一定会有 但是针对于对的部分 你是要如何去做 就按部就办 反正对的事情 反正就是对的事情 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就像您下达的命令到各局处 他认为不一样的方式 他可以做 因为不同的厨师 对于同一道菜 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还是会有差异性 他还是会有差异性 市长你有沒有看过一本叫做 贫穷的本质 这个贫穷本质是 在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他们所写的 有三个经济奖得主所写的 他们是 得经济奖是因为 他们表彰他们 舒缓全球贫困研究领域 做出来的突破的贡献 做出来突破的贡献 最主要他们是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 怎么去解决他们的贫穷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疫苗的部分 像印度施打疫苗 他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去做佐证 来去做他的效益分析 第一个就是不管他 虽然我提供了免费的疫苗 你们自己要来打就来打 另外一个就是 增设施打点 增设施打点 让大家自己来施打 然后再来就是 我也增设更多的施打点 另外 我在外加奖励 我在外加奖励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实验 不管 就是你自己要来就来 他达成率只有6% 第二个 增设很多的施打点 他的 施打率 就增加到17% 在第三个 我又增加施打点 又给奖励 他的一年的施打率 37% 所以他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用对的方法去做 让施打率增加 让他们的免疫力也是增加 另外一个 疟疾的部分 就是非洲 很多疟疾 他是用对的东西 就是他只发蚊帐 甚至于他有卖蚊帐 结果大家用习惯之后 认为不被蚊子叮 我用蚊帐是有用的 所以用对的东西 也是一个方式 然后另外 对于教育 他们也尝试了不同的方式 第一就是增加教师 在很多地方都有教师 第二 就是增加营养午餐 免费的营养午餐 然后再来是屈仇 再来就是改变 家长对于教育的观念 在增加教师的部分 他们也增加了学生的就学历 大概1.7年 但是提供了营养午餐之后 也增加了学生的就学历了2.8年 除虫 这是因为地区的关系 有除虫 因为他们的那个 寄生虫比较多 除虫也增加了28.6年的学习力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对于家长观念的导正 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去引导家长 反而让学生的就学历 能够增加40年 所以 贫穷的本质它上面有说的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对的事 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对的事 其实它很多人在讨论 是不是要给援助 甚至于救助或补助这个问题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说 一定要援助救助补助 甚至要更多 但是有时候成效不张 最主要成效不张就是 你要如何去援助 救助 救助 补助 方法对所花的效益会更大 所节省的时间会更多 所以 他们有一个结论就是 贫穷不是一句懒惰可以解释 它是有很多种的原因 并不是一个人懒 它有环境的关系 甚至于它有生存的条件的不同 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结果 本身是原住民 我的出身 我没有办法选择 因为我背负了很多 我自己不知道 我们原住民的过去 所以 很多时候 会有一些负面的探讨 甚至负面的说法 但是本期还是以 我是原住民为用 因为这是我 出身就有的身份 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案件 其实让我非常的遗憾 跟心痛 难过 就是 我在那个FB上面有看到 有一位学生 一个作弊的学生 为了要合理化 他自己的行为 他居然拿原住民的加分 来转移他自己 跟掩饰 他自己的行为的偏差 家长也在族群里 也在全组里面 也有表示抗议 因为他认为 这个学生 他辱骂了 侵犯了他的孩子 甚至于在网络霸凌 甚至于歧视 甚至于对族群 一个歧视 其实我最遗憾的是 学校 还有老师 并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甚至于去导证他 只是让这个事情 一直在那边走 其实很多时候 及时的导证 甚至于 及时的去纠正 会把一些的观念 去转换 我们的出生 都没办法选择 我没办法选择 我是闽南人 我是客家人 我是原住民 但是有一个东西 可以让我们做改变的 就是文化 唯有文化的学习 才能把我们的偏见 甚至于误解 歧视 才能导正 所以本期为什么一直在推动 原住民族文化教学 甚至于我还希望 能够全面性的去推动 因为我们目前为止的话 只有在国小 才有在去推 但是到了国中 到了高中 并没有非常积极 像我们原住民 它本身就有一些难处 我们是没有文字 我们都是口传 有文字 也是因为 传教士为了要传教 所以才会有 罗马平音的出现 而且在二十多年前 我们的政府 才开始真正的正视 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的文化 所以很多的时候 身为原住民的我 其实碰到很多 其他族群 对于我们的误解 其实我可以谅解 甚至于我可以容忍 但是 我们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 就是用教育 去转回来 让教育来导正一些的 偏差的观念 尤其是我们原住民 其实它有一个 很大的责任 像对我而言 对我们长者而言 长者有传承的使命 像我们中年人 它有正性的责任 我们的年轻人 它有延续学习 我们语言文化的必要性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所以本期为什么一直强调 在台北市 其实我们国小 国中高中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规划 所以推动原住民族文化教学 它可以全面性 甚至于有系统性的教授和学习 我要的全面性跟系统性是 不分我们原住民 我要原汉一起学 甚至于新住民也来学 也来一起学 但是我们目前为止的状况是 并没有一个非常有系统的方式 来去教授 因为学习 不管是原住民文化 甚至于多元文化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让其他人 其他族群知道 认识 甚至于了解 到珍惜不同族群 甚至于去破解 然后减少 我们的误解 偏见 歧视 其实这个是 教育是很容易去达到的 其实我们的十二年课纲 编得非常好 甚至于它的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 其实它已经有非常好的架构 甚至于程序 我们只是要把它落实下来 执行下来就可以了 就像在大架构上面 有分为针对于国小国中高中 它就是理解及识变 就是让大家去理解 原住民 甚至于其他文化 是怎么样 让大家可以去探讨 去想 然后另外一个 态度及价值 如何去改变它 对于其他族群的态度 跟它存在的价值 其实在学习上面 是容易去让大家来 一起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实作与参与 更直接的去体验 更直接体验 然后我们如果是 以那个主轴为准的话 我们国小的主轴 就是要让它互动 联动 就是让它能够互相的接触 第一个就是 让它去了解 差异跟多元 哪边是不一样的 你能了解 其他族群的差异 那才是最重要 另外一个叫做因果关系 甚至于责任跟选择 这个部分 这是在国小端 在国中跟高中端 其实也做得非常清楚 在历史领域跟地理领域 甚至于公民及社会的领域 它都有非常明显的去界定 都有非常明显的界定 所以我们只要落实 只要落实下去 就像国小的部分 我们国小就让它多一些互斗 语言 童话 故事等等的互动 让它轻松学 甚至于就是我们原住民跟汉人 一起轻松学 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 一定要建议是加入文化的养分 甚至舞蹈 还有风土民情 历史故事 让它加进来 到了高中就要深入了 对于历史的主题 还有脉络 去研究它 甚至于大家一起来讨论 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现在的事件的分析 的能力也要去建立 就像我们这次 应该是说 美国这次的事件 其实让我有些省思 就是因为大家的一些的误解跟偏见 造成白种人跟有色人种之间的一些的不愉快 所以市长 其实最容易的就是 我们如何将原住民族文化教学 有系统的导入 才不会发生 我刚刚有跟你说的 刚刚那个案例 其实这个案例让我 非常难过 而且这个同学还说 作弊是公平的 因为人人可以作弊 我在想 我们的教育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教育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居然可以说 人人都可以作弊 所以教育其实是个百年大计 教育其实是百年大计 所以对原住民族文化教育 我希望局长也在这边 教育局长也在这边 我希望能够在国中端 高中端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学期的选修课 让我们的原住民族小朋友 跟汉人的小朋友 甚至于其他新住民的小朋友 共同来学习原住民族的文化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在推动语言 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语言里面含有文化 根据习惯 像文字的内容 其实它是有脉络的 它必须要结合生活习惯 甚至于各部落的不同的方式 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甚至于解释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市长您能够重视 所以本期在这边建议 是不是可以开始全面执行 十二年国教课纲里面的原住民族文化的教学 甚至于更进阶的 为了要让这个教学顺畅 我们是不是在各级学校 至少要聘用一名原住民级的教师 聘用一名原住民级的教师 它的责任在赋予原住民族的文化的传承 它有它的专业 那个一定要保留 不管它是语文的专业 还是地理历史物理化学 但是我们赋予它另外一个责任 就是文化教育的责任 这样子我们保障那一名 那也是合理的 市长我想您在2024 要选总统吗 因为你是要角逐大位的人 原住民这一块 原住民族群这一块 其实比台北市还复杂 我们台北市只要制定好政策方向就好了 但是其他县市它还有土地的问题 那也是不一样的 那个利益更复杂 关系更密切 你要做的部分都会非常不一样 但是在台北市很容易去实践 因为我们只要对着政策 做出来的事情 就一定可以达成 所以原住民族文化教学 我希望市长去推动它 好吗 国中高中请加入 我起码就是一个学期 我们总共有六个学期 国中高中各个六个学期 我们用一个学期的时间 去让原住民的小朋友 身体汉族 客家族群 还有新住民都可以一起来 让大家真正去了解 应该是说认识了解 到珍惜原住民族文 市长 在任期内有能力 做到吗 这个既然有国教课纲 我们就会做 对有国教课纲 但是必修都在国小 关心我报告一下 国小选修人数是比较多的 1200多人 那国中146人 高中子就比较少44人 那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强化 包括从社团课程 那至于说那个 因为你一定要把课程弄出来 大家才会有机会去 而不是大家想做想做 结果都没有课程出来 学校也没排 那没有人参与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排 让他加入进去 有课程大家才会去参加 你没有课程 你说要靠学生的意愿 其实很难啊 我们国中的小朋友 跟高中小朋友 光是要考试 他们就没有时间 你说要另外一拨时间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 选修的部分 让他这个成绩也算 让他们能够 更自发的学习 甚至于让他们 能够有机会学习 其实我希望多学习的是 我们的 非原住民族的学生 那才是重点 我们是一定要学的 像我自己我都想要学 但是我找不到管道 我找不到管道 虽然我有部落大学 但是我说真的 目前为止 我们对于教育这块 虽然中央要准备做原住民族学校 甚至原住民族大学 但是我们还是要落实到 基层下面 那才是有用的 只有上端做下面没有做 那是很难去达成一个 民族的复兴 甚至于民族的文化的传承 好吗 市长 可以 那我们回去商量看看 看教育局 我们看怎么来推动 好 我希望在下一个会期 我可以看得到 有初步的结果 好吗 下一个会期 好 实际上 教育局长请回 主委先留着 市长 智慧城市 我之前有提过 智慧城市要从哪里开始做起 叫做智慧市政 智慧市政 您之前 我之前有建议 智慧市政可以先从哪里做起 原民会做起 原民会这个单位虽然小 但是他要管的很多 社福教育 甚至于经济 他都有 他都有设计到 所以他要做的 其实也蛮多 我想 这边我还要谢谢 我们资讯局 有特别的资源 甚至于设备 让我们的 一些的文件 能够一化 但是 目前为止看到的只有 一化 所谓的一化 叫做电子化 数位化 只是把文件 变成数 变成那个 数位化 让文件能够 不再变成纸张 不再有纸张 而是变成 的档案 但是 本期所要的是 后端 应该是说 审核的机制 审核机制 不会再 增加我们 承办员的负担 因为现在的做 只是把 我们的纸张 变成 电子档 但是 我们的承办员 还是要 把 他的资料 调出来再看一遍 那看一遍 我还不如从 原本的方式来做就好 反而更方便更简便 但是我要的一话 是 简单化 甚至于 方便 不只方便到 市民 而且要 让我们的承办 更方便 所以 在 系统上面 我们一定要 让他建制好 就是 在我们 系统的建制上面 一定要让他 更 能够 直接去反应 所以 直接反应 就是 让我们的 流程 申请流程 基本上面 一定是 申请的基本资料 然后再把 家庭状况 输入进去 英背的文件 都被齐 都被齐 之后 照理来讲 我们的城市 其实很简单 其实都可以 初算 甚至于 还可以到细算 只要在文件齐备的状态下 其实你们就可以做一个合可 还不 没有必要 还到承办员 再审一次 除非 他的文件上面 有缺失 甚至于 有问题 才需要 再由 承办员来复审 所以 初审的阶段 其实可以交由 系统来处理 由系统来处理 之后 有问题的 再由 承办 来去做副审 这个才叫做 医化 生道 优化 让它更方便 更便捷 这种 才是真正的智慧化 市长 同意吗 同意 同意 好 那个 可能要麻烦 我们资讯局长 我们协助领会 把这一块 去把它落实起来 让我们的 智慧化的 市政 能够真正的 有智慧 而不现在 叫做 指本的 说真的啦 那个只叫做 引印 引印 输到电脑里面 并没有 并没有非常便捷 其实这个 非常容易做得到 好 居长 谢谢毕座的建议 那个 在整个医化的进程里面 那个 毕座讲到的那个部分 确实是比较进化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们有一个计划 就是把政府资料 做一个整合 我们有个整合平台 当所有的资料有办法被先整合以后 才有办法做资格审查 或是一些资料的审查 我知道 我刚刚说的是 是 当他申请人的 资料齐备的状态下 是 而不是需要再去 你们跟其他的单位去 要 了解 基本上面 资料齐备 其实就很简单去审定 对 并不难 我们这部分 会来 跟那个 这个 人民会这边 好好的整合 把流程跟 资料程序 做一个整合 对 我们做到真正的智慧 这可以理议员回应一下 就是说 其实真正做到 依化概念是 申请者根本不需要 准备那些资料 对 而是我们去透过政府 资料的一个平台 就可以帮他抓到这一支资料 但是现在有困难吗 现在有在做 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包括那个商业 劳保 土地使用分居 学籍工厂 这部分我们都开始整合好了 那后续还有一些财税 附赠跟车籍 我们再来做 就像这一次的一个 万元线困之外 事实上像收入 跟所谓的存款 这一部分 其实应该政府 能够主动把他抓到资料 而不是由申请者 自己主动来提出 这个是最好的 概念就是这样子来做 概念基本上是最好的 而且现在叫做 资讯流通非常快速的时代 其实很多东西都有 都可以借 都可以借 所以请你们去加速协助一下圆明会 我在这边也要谢谢市长 你多多支持这一块 让我们原住民的申请 能够更简便更方便 好 谢谢 那个 诸位也可以先回座 市长 你对于 陈水扁总统在担任 陈水扁 在台北市长担任市长的时候 你对他的施政 什么东西最有感 每个人都说什么是那个 驱公所 那个驱公所柜台降低 对 驱公所柜台降低 另外一个叫 扫除八大行业 整顿八大行业 不要扫除八大行业 那你对马英九 总统在担任台北市长的 期间 你 认为有感的东西是吗 12个运动中心 还有呢 还有 悠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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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跟市民有关的 12个运动中心 便宜的运动场馆 让市民都可以来运动 然后悠悠卡 让我们更便捷 对于好龙壁市长呢 U-bike 还有呢 U-bike 其他的 还有一个 1999市民专线 1999 这个都是让我们民众有感的 市长 您呢 目前六年下来 还没做完 还有两年 还可以再 没有啊 我是说现在呢 大概是公宅跟市场改建 这大家比较看得到 公宅、市场改建 但是我是觉得 你唯一让我有感的 甚至是让市民有感的 是中校桥的引道 拆除 跟中正桥的引道 的拆除 那个才是 让我们有一个量 因为你们用短的时间 去处理了一个 长时间的一个困难 这个让我 非常有感 其实有感的事情 可以做很多很多 但是 其实市长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一个 你的专业是什么 医学 医学 对 你的专业是医学 其实 趁这次的疫情 其实可以做一个 建制一个 长者的智慧医护系统 长者的智慧医护系统 为什么我要推长者 因为在台北市 我们 其实是全国 我们老年化的指数越来越高 另外一个 我们 长者 独居 跟配偶 共居的情况 也是越来越高 这是106年的统计 每年都在上升 尤其是配偶同住 65岁以上的配偶同住 他们的比例高达三成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 医护的关怀的一个指标 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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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少子化 会造成以后 我们的长者越来越多 所以我才会建议市长 就您的专业 我们推 智慧医护系统 其实很容易推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穿戴的工具 可以测量我们的血压 心跳 甚至于 还有其他的部分 都可以测量 而且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 就像我手上的这个 这个都在我的手机里面 可以看得到我日常生活 运动量 甚至心跳 甚至于血压 他都看得到 都在我的手机数据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建置 让我们的长者 大家都有这套系统 甚至于我们在云端里面 可以建置我们自己 应该说台北市政府的APP 等于说 自我自主健康管理的APP 这些资料 能够到我们健康中心 甚至于到我们的联衣 去做平常 应该说 当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可以及时出现 说您需要如何去 对于你现在的状况 去做一些的调整 但是 到了联衣的部分 甚至于它可以 让我们的长者 是不是 联衣又建议 你如果现在需要看病的话 建议你去诊所 甚至于你可以不用去诊所 你如果是慢性病 其实你的状况还不错 我直接就把那个处方签 就是 发到你的手机里面 让你不必再跑医院 其实在疫情的情况 应该说 这次的新冠疫情 其实很多长者 很早 都会去医院 因为他们都要拿那个 慢性病的处方签 甚至要去拿药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去省去 免除掉 让他们更方便 也不用增加我们联衣的一些的困扰 我们为什么很多市民都喜欢去联衣 因为联衣 它有公信度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的诊所 也是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由联衣去介绍 我们的长者 其实可以前端 如果真的需要看病 不是很严重的病 可以去诊所 除非这是真的很严重的病 再到联衣 联衣如果不能看的话 我们再要分流到教学医院 然后这些数据 再做一个回传到我们自己的系统 就等于是把我们的 长者的身体状况 身体看病的状况 把它建置起来 其实台湾最容易做得到的 是健保 医疗系统 其实我们的健保是非常完善 市长你同意吗 对 同意 资料也是非常完全 所以做医疗系统的AI 其实是最容易做得到 然后在我们自己台北市能做的 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 健康自主管理的系统把它建置起来 然后透过健康中心 应该说到云端 然后再传到健康中心 跟我们联衣 然后再跟大院做一个串联 甚至于做成一个资料库 我们的很多的病痛 甚至于很多的简单的医疗 其实可以很容易去处理 所以市长 其实我可以 我刚刚有说 亮点 是让民众有感 其实这个就你的专业 其实这个做起来 其实是很容易打得到 市长你同意吗 同意 你愿意做吗 我要问一下 这个联谊这个系统 我们要怎么处理 可以讨论看看 看看怎么做 我希望你们也来讨论 因为我们原本的架构 甚至于机构都在 只是如何把它串接起来 如何把它串接起来 趁这次的疫情 其实很多的部分 就像我之前 市地下友来说 我们开会 何必一定要坐在这里开呢 视讯就可以开了 其实我还想说 我们议会是不是可以 我们直接在办公室 在你们的办公室 我们来开个会 也是可以的 并不是不行 这只是一个观念的 调整而已 所以市长 这个部分 请你回去研议 好吗 可以 好 局长跟总议长 先请回 市长 还有一个 有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的纾困的部分 其实本期 其实你也知道 我对于住的部分 非常的重视 我从头到尾 其实对于住都非常重视 像我们这次纾困的方案 这边的资料是到 5月14号 我们对于企业的减租 我们已经到12号之前 我们已经出去大概 应该是说我们减租了 5.74亿 市长 市长 我们是不是要让这些企业的部分 减租要延到 从3月延到8月 对 要延到8月 那我们减租的状况 可能还会减收 减租多少 如果总total 他在写10亿 这是我预估的 之前预计大概 三个月大概是9.2亿 目前还陆续在申请当中 三个月9.2亿 再多三个月是多少 18.4亿 将近20亿 所以 对于这个 其实本期非常不平 为什么我们针对于我们的 国宅 跟社会住宅 我们不能多减一点 甚至于 对于 放宽的部分 因为国宅跟公宅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要去怎么样照顾我们自己台北市民 这是我们的权利 其实我们的住国宅跟公宅的市民 都非常想说 是不是 能够减租 因为这次疫情其实影响也蛮大的 减租的部分 条件 其实都有 但是有些条件真的不合理 真的不合理 我是希望 就像我上个财政会集 我财政部门咨询 我有提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小明跟巴奈的事情 这个夫妻的事情 小明他年初 因为 接规疫情 所以他没有工作 但是他有申请失业补助 他有申请失业补助 在之前 这种还不符合资格 不符合资格 就是 索困补助的资格 但是到之后呢 虽然有扩大 但是并没有扩大加户 因为 承租 社宅 是 他老婆 承租的 他们的条件是 承租人 一定要是 纾困人 被纾困人 才能够减租 对吧 是 但是 我有说过 夫妻本一体 你不应该把它分开 他们明明住在一起啊 受影响是一起啊 是不是 所以 基本上面的话 应该要势头 一起纾困 一起纾困 另外一个 其实我是希望 我们纾困的方式 国宅跟社会住宅 是不是也可以比照 你们在纾困企业一样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我有试算过 下一张 再下一张 我有试算过 如果是 国宅的部分 加上社宅的部分 其实 我们减租 那个 半年如果 减租一半 二分之一 其实我们只 减收了两亿 如果你们 只要减租 百分之二十 那好 那也大概八千多万 那也大概八千多万 如果 社宅跟国宅的人 通通受益的状态下 好 这样 这里也跟一座报告一下 我们当初就是 会打八折的部分 主要是因为就是 因为在中央 住都中心 他这边 他国宅社宅 他在社宅的部分 他是打八折 那 我刚刚说过了 国宅社宅 都是我们台北市 自己管的 只不过是 你们少收一点钱而已 是可以做的 那另外也跟一座报告一下 其实在台北市里面 就是 室友地做住宅的 其实不只国宅社宅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 我时间不够 好 两位请回 市长 基要秘书问题 其实我同意 基要秘书是你的行政权利 但是 我个人有一个 强烈的建议 你愿意在七月五号 让那 两个基要秘书 应该说 基要秘书规见嘛 让我们圆明会 都有两个基要秘书 但是 我希望 两个基要秘书里面 至少 有一个要 具有原住民族的身份 他的薪水呢 一定要在八字等 一定要在八字等 另外 如果 不是原住民的部分的话 他也要 能够熟悉 我们原住民的 一些的文化 那 民众 能够更 融入他 甚至于 容纳他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 一化的工程 是不是可以把 有资工背景的人 招进来 来协助原民会 处理 我们的 一化的部分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但是 我 强调 还是希望 基要 一定要有原住民旗 好吗 好 我们7月15号以前 我请跟蔡富 我们来研究一下 看怎么解决 可以啊 这个我们回去 可以 一定要有一个原住民旗 哦 好 好 时间暂停 上去 谢谢 市长哦 这个 时间暂停 我们放一下 好 OK 市长那个 钱贵林森大火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一个月了哦 那五月初市长专案报告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说 这次造成这样的一个火灾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 消防跟建管它的一个横向联系有疏漏 所以要针对这个基查的制度做检讨哦 可是如今一个月过去哦 我发现在消防局哦 跟建管处针对这个联合基查所公布的资料上面 依旧是多头马车 这个各做各的 为什么你看一下哦 在这个消防局的网站哦 哎 他所页上就有连 直接的一个连结 点进去搜寻很方便 可是我们发现到 他的所谓的联合基查公告上 是有四家业者是不合格 但是你换到建管处的网站上面 的所谓的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 的一个不合格场所上面 又变成两家了 好 不只是这样子 他很难点 他不是直接的 他点进去了以后 然后再点另外一个 再点另外一个 真的搜寻很不方便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到回到你的台北市政府 自己的首页哦 好 你们有一个台北市政府的公共安全 专区里面的资料 又变成六家了 市长 到底是哪哪一个网站 哪一个局处的资料是正确的 对不对 你根本你这个资料很不清楚嘛 等一下等我再讲下去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份资料哦 包含消防局这个安全检查 重大不合格的场所清测上面 这也很奇怪 因为啊 他基查不合格的时间 最早就列二月 然后现在都六月了 那一直就停在那边不动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说 他到底改善了没啊 哈 而且他这个资料是这么的不同整 同时也没有告诉我们 他到底是不合格的项目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资料揭露是有问题的 那你如何去保障消费者的一个公共安全 你是政府你要如何去监督管理嘛 对不对 所以 请问到底哪一个网站才是正确的 然后那些到底改善没 这个六月了 现在还挂着二月 议员我们正在做所有联合基查的制度的检讨 然后现在几个单位 我们从这个上个礼拜开始 你们如果正在检讨 我说一个月过去了 那你这些资料起码应该赶快去做 我们会先把它做 我们先我会先把它会整 因为我们现在才进行第二次的联合基查的试办 那这个这个这个月会把它办完 那这些就是之前的资料 我们现在正在做新的网站的整合 我坦白告诉你 如果新的基查资料 我们会当天第二天就出来 我们正在测试 你们任意做很好也是应该的 但是这个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前面的部分我们先把它做会整 因为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内 坦白讲有些人对不对 所以尽快把它处理好吧 好不好 好的 月底以前会把它全部都弄好 那同时我也希望 你们是不是干脆就在那个网页 的首页上面就直接连结了 不要点进去 然后再点一个 然后再点一个才查得到 我们以后会只有一个对外的 好就把它同证就对了 好不好 好我希望能够做改善 好时间暂停 你们可以回去 好另外这个市长 这个随着疫情趋缓 那台北市各场馆 从6月1号开始就逐步的解封 包括这个户外的人数从原来的500到1000 然后室内是从原来的100放宽到250 那眼看就是毕业忘记了 毕业典礼跟这个毕业旅行都是孩子 这个求学当中非常珍贵的回忆 那家长跟学童都希望能够如期举行 毕业典礼家长也能够参加 那之前因为防疫规定 所以不少学校毕业旅行就取消掉了 然后毕业典礼家长也没有办法参加 那我觉得既然你疫情都已经趋缓了嘛 对不对 你的室内室外的活动人数限制都放宽了 所以在毕业典礼的一个人数的一个限制上 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所以市长是不是由教育局去统整 去调查去协助 你让这个毕业典礼 如果他能够保持社交距离 戴个口罩 然后使命制 然后就可以分批 然后分批来举办 然后至少让一个家长能够来参加 这是针对毕业旅行的部分 毕业典礼的部分 那毕业旅行先听我讲嘛 那在毕业旅行的部分 因为有些学校跟厂商解约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 赶快再重新演绎 是不是可以重新招标 重新规划 诶 市长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因为这是孩子跟家长们的期待嘛 可以吗 这中学都办完了 那小学目前 办完当然没办法讲啊 对对对 那小学部分 七十二学要七十一半 那另外有大概八十个学校 现在目前在谈 对 我所知道的是 你们现在还没有统整完毕 所以呢 我希望你们赶快把相关资料 能够统整 然后针对我刚提的 是不是至少能够让一个家长参加嘛 这个没问题啊 一个家长我们都可以 对对对 因为你本来说不可以嘛 对对对 因为你本来说不可以嘛 保持是要继续 然后适度的做一些 就可以参加 对对对对 那毕业旅行呢 可不可以重新规划 可以啊 毕业旅行 那如果节约 他可以重新再去谈 那如果时间来得及 他们愿意去办 有的已经改为单天了 好 所以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请你赶快针对这个问题 跟相关学校来做一个讨论 好不好 那希望就是 能够符合学生跟家长的期待啦 是是 我们有黄一指引 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会再来度助学校 好 谢谢 时间暂停你回去了 你可以回了 好 另外呢 这个市长 这个二月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到商圈跟市集 跟市场里面去了解 就是想要了解说 他们希望市政府 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哦 那因为疫情影响他们的营收 所以呢 他们就希望说 针对这个市有不动产的 这个租金的部分 能够去做一些减免 来减少这个疫情的一个 经济上的冲击 那么 当时我有跟你们相关单位 去做反应 结果你们呢 就马上跟我说OK 但是内受是八折 好 那我就把这个讯息 告诉了台北市商圈 产业联合会的总会长 也是龙山地下自治街的 理事长洪文和 他跟我说 不对 你要去跟市政府讲 应该要比照SARS期间五折 所以我就赶快再跟你们 做这样的一个要求 结果你们也是从善如流 然后你们也提恤老百姓 还有这些业者 所以你们针对这个室友不动产租金 在这个如果是营业使用的部分 是就降到五折了 对不对 然后住宅的部分 目前是八折 就是他如果住这个社会住宅 或住国民住宅 可是这个对象很可惜的 就针对的只能够是 这个中央核准纾困的对象 我要跟市长讲 这些住宅社会住宅 或国民住宅的人 他们大概都是低收入户 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力 他们不会住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次的疫情 对他们也有影响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自营小摊贩 或者是劳工阶级 那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提出 营收短少五成 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中年的劳工 他要养家活口啊 他当然投保性质 他不会定在最低的标准嘛 所以这次的纾困 对他们来讲 都没有办法领到 所以租金的优惠就很重要 所以市长 既然你把这个 营业收入打了五折 你也愿意 给这个 呃我们做住宅使用的 是八折的租金的优惠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嘛 对不对 你就也开放嘛 只要他住在社会住宅 跟国宅的 我们台北市的市民 那就租金八折啊 不要受限于中央什么 纾困核准的对象才可以 好不好 哈 好人做到底吧 这里跟一座报告 我们除了国宅社宅 另外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 标租的住宅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私人住宅 但是用事有利 对 但是我强调的是 他会住在社会住宅 跟国民住宅 大部分都是低收入户啦 不一定 大部分都是 真的 那他不用住在这里嘛 你社会住宅跟国民 我坦白讲 尤其是国民住宅喔 他的这个居住的环境都很不好 你看西宁国宅 对不对 那个楼梯 简直都要塌下去了 不是吗 只是找不到一个 可以盖中继的地方 所以呢一直都没有改建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国民住宅你要不要想想看 西宁市场的上面的国宅 还有华昌国宅 这些都是弱势的啊 对不对 市长市长 哈 想想看好不好 我相信你应该心地是善良的 好不好 是只要还是考量那个跟中央 还有跟中央 还有其他 我讲这几个都是我们台北市自己的嘛 都一样的做 对 我觉得还是要去努力啦 各部会 索困条件的 哈 好不好 可以吗 去演绎看看 我们演绎看看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 还是要顺时钟的 那 这个台北市的地方 自己的住宅 这个我觉得跟顺时钟没有关系啦 哈 反正你去努力看看啦 好 好谢谢 好另外 市长这个行政院这个二日不是 才公布所谓的消费振兴的方案嘛 说花一千元 然后可以领到三倍 共三千元 那 号称所谓的三倍券 那其实实际折抵后 才拿到两千哪有三倍嘛 对不对 你也这样觉得嘛 我看你点头了 好 那为了领这个三千元 你要在七月十五号 先到邮局缴一千块钱才能领到 那虽然也可以到超商或者是透过电子的支付 这些 那虽然中央有说 那虽然中央有说 会拨一千到他们的户头去 可是为了领这一千 他还要再跑一次金融机构 也真的很麻烦 还有这个他的面额只有两百跟五百 对不对 不好使用 像你看夜市商圈 不要讲 尤其是夜市市场 他们就都是同板价 大概二十到五十嘛 对不对 还有包括市场你看 一把青菜大概二十到四十块 那么二十块钱就可以买一大堆豆干豆腐了 是不是这样子 早餐店小吃店也好 说实在他们去一个人消费 大概一百多就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害怕 会不到时候获利的可能就是百货业或者是大型的这个商店商家商圈等等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办法找零啊 对不对 好 而且他是七月十号才开始可以消费 那很多业者都在苦撑啊 那如果你六月没有相关的协助 他们可能就垮了嘛 根本就可能等不到七月了 然后印消费券是一笔钱 到最后回来人力点交又是一笔钱 如果你把这些钱省下来 诶现金发还可以增加了 所以我们黄副主 那个不是也在记者会上说了吗 你说中央推出的三倍 卷哦 真的有点麻烦 现金最简单 对不对 好 所以说与其把往中央去帮助你 我觉得还不如自救 虽然你像我们要了这个七亿 灾害准备金 可是主技术匡列的是说 这个二亿是作为这个未来五到十月的防疫经费 然后五亿呢是作为防疫啦 纾困啦 还有这个振兴 不过我查了你们所有的相关资料 截至此哦 只有发现你们是商业处跟这个市场处动用二倍金五百万 来配合做所谓振兴消费券的一个 的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 当然啦 顶多加上谁观传局有一个活动叫做什么 跟台铁合办的北北基好好玩票卡 还有台铁跳票的优惠 可是这个一个是他本来就有的年度预算 那一个是台铁的补贴嘛 所以到底这个五亿你们要怎么用 然后呢据我所知 就是你们呢大概是担心说 呃年底疫情在起 那所以呢主要这个五亿是可能 比较要作为这个可能 呃未来的一个防疫的需求 那振兴呢你们大概交代相关局处说 用年度的预算去支应就好了 可是这样是不对的齁 因为你知道吗六月你如果还没有振兴的对策来帮助他们 刚刚我讲的北市经济可能就垮掉了 那你在这种疫情已经稳定了 然后百业萧条的时候 我要提醒市长振兴是比防疫来的重要 这个阶段振兴绝对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如果年底疫情如果再起 到时候真的要再去追加一些相关预算 你只要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口上 我们绝对是支持你的啊 还有市长你自己当医生嘛 对不对非常时期非常政策非常手段 你如果这个病人已经都送到加护病房了 那那可甚至要打强心症 包括呼吸器或者是叶克膜了 那如果你还只给他一般的消炎液救得起来吗 所以你当然要加码嘛 你要有一些振兴的作为嘛 而且你看哦台中他在四月份的时候 就有振兴的一些政策了 包括这个高雄也好 也都开始了 桃园连桃园也都有 那台北市呢首善之都台北市 我必须讲纾困做的不错 可是振兴真的不够 而且我告诉你哦中央对你不好 因为你看先前中央纾困不是补助农民 有六成的经费 好 其实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他在那个全家 还有这个佳乐福 还有风康超市 贩卖那个康乃辛花 可是他的价钱 是花式批发的二分之一啦 所以他的纾困方案 反而困到我们台北市的花店业者耶 好 你们再看下一个资料 在中央振兴补助 对于商圈的补助上面 你看哦高雄跟台南他的商圈数 不比台北市一定多 可是他的补助经费的比例 分别是82.35 还有一个是92.86 反观我们台北市 是79.41耶 比较少耶 而且透过这个资料发现到 中央对我们台北市一些非常需要补助的 反而没有补助到 所以啊市长台北市是似乎不受中央垂涯 小英对你很不好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不如自救吧 是不是你也认同 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善用这个追加的灾害准备金 来作为振兴对策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那针对刚刚那个中央 可能他在纾困当中 没有照顾到的商圈或者是产业 我觉得台北市更要帮助他 对不对 所以你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提出 哦针对你们追加的这个武艺啊 有一些比较具体有效的作为 你不能真的啊 我们今天晚上七点半 我们会开一个跨局处的会议 会针对跟振兴卷一起来的 加码是不是加码 除了除了加码抽奖 还有各种可能性 抽奖不算吗 抽奖你是用二倍嘛 我讲的 今天晚上会我们今天晚上七点半 好我希望不要只是用加码 因为你跟我们要了这么多钱对不对 就应该不是所谓的配合的这个加码而已 而是还有没有办法针对 不受关爱的一些商圈 产业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地方自己来帮助他们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那另外这个我要再提醒您哦 我们商业处跟市场处不是动用二倍金五百万 来配合这个振兴卷所规划的这个一个活动叫做一百零九年度 台北市提振商机整合行销计划 啊其实就是抽奖活动了 不过我要提醒你 你这个活动时间到底要在哪里 因为这个振兴卷是到十二月 那可是如果你到十二月也会有个问题哦 因为不少专家学者都说 你到十二月你拉长这个期间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振兴效果的 所以你到底要定在何个时间点 我觉得也要去演一下对不对 这个部分我们只在暑假 好 那还有我要讲哦 因为商圈消费的金额哦 多比市场跟夜市高 所以你定那个最低的消费金额也要检讨一下 你不要都定一样 定一样的话坦白讲 夜市商圈他们又没有办法收回到了 好不好 好 谢谢时间暂停 你们可以先回去 好 再来我们跟这个呃 我们来谈经济计划 市市场这个传统市场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缩影哦 他有浓厚的人行为 然后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那透过这个市场的一个改建 的确能够让采买空间也好 或者是市容景观都做了一个改造 那同时也增加跟大卖场的一个竞争力了 然后所以你才会这么重视对不对 好 那像大龙哪 南门中纪这个相继都开幕了 那本来在今年这个3月21号开幕的这个 环南中纪 因为考量疫情 这个不能够群聚 那坦白说 还有这个因为太多问题没有改善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他们进驻以后就跟我陈情 那我多次现开 你看 就真的有39项这么多了 那幸好呢 这个这么多次下来 我们不断的追踪 你们也改善了很多 那我想如果没有改善了完 赶快 希望在你7月之前就把它处理好 而且也拜托你像这样的问题哦 因为如果在市场的投包工程不要再发生了 你要继续这样一调去 这39项的里面 我们大概陆陆续都改善完成 如果还没改善完成 会像益座所说的 会在7月份陆陆续再发生 另外相关的这些 那不过市场我要说哦 那南门市场 真的算是我争取改善成功的一个市场 当然也是你很支持了 所以他是市场改建的一个典范 可是哦 这个环南我也要帮他讲话 因为你看 这个中继市场的一个 改建的开幕行销预算 你看环南市场摊商是一千多摊哦 是南门的四倍 然后呢是大龙的12.9倍 可是呢 这个大龙南门都是60万 那环南才72万 这个补助的比例外面太悬殊了吧 我要提醒你哦 这个南门60万其实不是很够哦 那是因为南门会长 他们很厉害很有募款能力 那环南哦 因为改建的时候 就这个问题一大堆 再加上疫情 课计已经很减少了啦 所以如果 如果他这个中继的开幕 你没有加强行销 是不行的嘛 你72万不够啦 那环南报告 我昨天跟他们开过会 他们会在会长说 他们下礼拜一 他们讨论完毕之后 他们提出需求 我们再把金额 我希望你们能够协助他们 为什么因为 我们要先看他们要什么 对 他们要什么之后 他们可能想要什么 然后你们再帮他们规划 因为毕竟他们可能 现在就是这样 等他们礼拜一开完会之后 会告诉我们 对 另外市长我也建议你 因为未来还会很多市场改建嘛 好 那其实我觉得 你这个 针对这样的一个开幕行销费用 应该要设一个基准 合理的基准 然后呢 再针对市场的一个规模大小 去做弹性的调整 对 我觉得这样才公平合理 你说我说对不对 对 所以啊 包括未来啊 这个你不要到了这个 余果菜以后跟我讲 诶 当然那个时候 不要跟我讲 你又是六十万 好不好 好 再来 除了市场改建 当然 这个包括公有的零售的一个市场 还是这个 夜市摊贩市集这个 怎么样来提升它的盈利品质 还有它的采买环境 这个是你们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性 对不对 好 我也很支持 所以去年当财委召集人的时候 我预算让你们很快过 那我要提醒市场 前一阵子因为疫情 很多人都避免去闹区 去购物 然后都待在家里 然后消费模式就改变了 然后就怎么样 可能会网购外送 就就崛起了 那他们的生意 就真的很不好 等于是销售寒冬了 好 那现在好不容易疫情趋缓了 对不对 那市政府应该赶快要想办法 来帮助他们 重获这个民众的青睐 不过 我觉得真的要检讨 因为在你们 这个市场经济计划 你看哦 申请是16家 编列的经费 我们给你2451 结果你们核定是1450万5953 你等于是 执行率就只有 坦白讲 六成左右 摊犯集中厂呢 申请是5家 然后编定的经费 本来是1453万5千元 就核定的经费是 593万1821 你换算说 你这个执行率 如果他们都申请 是不到一半耶 那你当初跟我们要这么多钱干嘛 你的执行率这么差 对不对 我们干嘛给你3904万5千元啊 我觉得太糟糕了 这边跟义座大概做个报告 这个市集经济计划 我们就是在上个会期 有跟义座您做个报告 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做 我告诉你 你先听我讲完话 你每次都啰嗦一大堆 结果问题都一大堆 我要再讲哦 当初你们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以为是政府补助九成 然后他们自负一成 结果因为评审委员 最后呢 在某一些的市场 跟这个 他的申请项目 就等于是核定七成 那他们不知道啊 所以像一成变成商城 这样的一个压力就增加了 所以现在有些市场在担心 他们到底要不要申请 好 我告诉你哦 你不要怪他们哦 坦白讲 你们相关补助一定说明不清楚 因为在两个礼拜前 我针对西零市场的问题 跟你们讨论 结果 你们还跟我讲说 对啦 这个真的很遗憾 这个 这个也觉得自己理亏 本来九成怎么变七成 这是当时你们跟我的回应 结果到今天我才知道 你们讲的是 这个七成到九成 那摊上根本搞不清楚 那是不是你们根本没有跟他讲清楚啊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 市长我告诉你哦 不只是说哦 这个有差别的 你看我现在讲 举那个西零市场的例子给你听好了 你看一下哦 西零市场来讲 原来补助他们以为是九成嘛 自付一成 所以有七摊报名 那你如果是呃 原来的九成 他一摊还可以有十二万元 你就算 好像讲 如果现在是七成核定 六十五万 六十五万呢 还只核定五摊 好 现在他会长很头痛了 我到底是选择七摊的哪一摊 好 还有六十万 平均给五摊也只不过十三万 十三万再扣掉这个人工啦 再加上这个不锈钢等等 这都很贵 对不对 更头痛的在下面 好 你知道吗 他们只不过只是一个大途输出 然后 或是粉 油漆粉刷墙壁 那只不过是换个招牌而已 那只不过是 可能他的摊台更换成不锈钢 加上漏水 好 根本就不会影响结构安全 好 小小 不到井皮的空间 你们要他提一个什么证明啊 室内设计或室内装修等资格证明 还有摊位设计图 你们说这样才能补助 诶 这个建筑师签证就要六万耶 你再一扣下来 根本没有多少钱 西宁就是这个问题 你不要每次都跟我摇头 那为什么我跟你反应问题的时候 你们常常是不同呢 前面跟后面说的不一样 你连我议员都被你搞坏了 那难怪市井小明嘛 而且我必须要讲哦 有一些这个委员 他们是学者出身的 他们可能不懂的地方上的一些问题 对不对 那你们应该帮忙去说明 开商的困境啊 对不对 你不要让他们像这个 好像老师在考学生一样 那么严格 那你今天经费 既然还剩这么多 那你为什么不要放宽你的补助呢 这部分跟益州报告 这个部分呢 这是第一个是属于申请制 那第二个现在我现在还有钱 那么我或许可以再开放 第二梯制的申请 你不要说第二梯制 我就问你嘛 现在西宁市场怎么办 你说第二梯制是 你要开放第二梯制 让另外别的市场吗 还是说针对 现在就有申请上 遇到困难的 是不是就帮助他 那譬如说你建筑师签证这部分呢 因为你们跟他讲要的啊 没有跟益州报告 还是你说免了 因为他没有涉及到结构安全 我举你给你看 对对对 攀台的改造 他不需要建筑师签证 我跟你建议哦 你可以想想看 在新北市他们是这样子 他们也有为这个 摊位改造的经费补助 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 规划设计的部分 是统一由市政府来去规划的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说 哦 他可能会 这影响到市场结构安全的问题 而且在设计上 也会比较整体性 我觉得像这个也是可以去参考的 不是吗 是 未来可以参考吧 可以 对啊 那针对西宁的问题你怎么办 何况还有华山呢 华山也很奇怪 连那个什么安全 这个 一个什么手套跟微笑口罩啊 你们同样的这个计划当中 不同的地方 居然补助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我都不知道你标准在哪里 跟益州报告一下 补助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 就 就没有嘛 你要不要去找资料来看 我告诉你 华山跟南门是一个一个算的 一个口罩算的 一个手套这样在算的 可是在别的地方是 写怎么样 几层几层 对啊 要么你就都一样嘛 算一个一个算耶 你把你的问题列一下 我叫他回去 处理 我觉得市长比你有诚意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好不好 针对刚刚讲的那几个问题 赶快回去 帮助他们 看怎么样来解决 然后 我觉得啦 因为说实在啦 你要办这个活动 我们都很支持 因为希望改造嘛 可是 第一次可能 不是很清楚 遇到很多问题 那你在下一次办的时候 真的 这些问题就要把它避免掉 不要再犯 好不好 这样他们才可以改造 不然他如果大刀 迫辅的去改变呢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要检讨 可以吗 可以 好时间暂停 你们可以回去 市长我们再来讲台北登节 那个 其实这个真的是 我在郝市长的时候 就一直争取 然后也帮他们开了很多 跨局处的会议 当然我也要谢谢 因为 你也把它纳入这个西区门务发展计划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当中 那这些年从北门 然后再到中华路 然后再到西门町的红楼来讲的话 这个台北登节的确为这个当地的这个商圈活络 还有这个在地的行销 好 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个注意 好 那今年 你不是应该讲说 明年 你广而战前地下停车场 当初因为企鹤工程财务的问题 所以工程停摆 那那个时候呢 我赶快找蒋乃欣跟陈雪森两位立委在中央协调 市政府也真的是非常紧密在联系 那工程复工了 预计在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九完工 那完工后 会由万华双子星当年的德标 红盘公司做简易律化 之后马上怎样 工登柱进去做所谓的地井公园 可是因为明年登节是在二月二十六号的前后 那就算你地下停车场都如期完工了 你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你是不是能够顺利完成地井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规划就已经有了 我是说这个地井工程 是不是能够这个要很小心很谨慎 那另外地井公园 它是位于我们中华华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一个停车是严重的不足 停车空间严重不足 我已经很多次在咨询了 再加上它的巷道马路不像中华路 那个两侧中华路这么大 那所以说为了避免你登节 可能会造成的一些交通拥挤堵塞不顺差 停车困难 我觉得市政府应该赶快利用这个机会 你要对周边的一些公共工程 还有交通环境去做一个改善 因为真的停车空间是严重不足的 对不对市长 所以以上我讲的这两个点 是不是应该你要官存局也好 或者是这个工程处 停管处 他们都必须在相关业务上面是要紧密的联系 跟议员说明 因为这部分登节是在二月底 就是议员所刚刚那个时间来进行 在这之前 所以我刚刚议员提到 不管是停车空间 工程进入的状况 那因为我们是主办的单位 我们会来跟这个长官 服务院长官来做协调 确定它的工程 以及相关的需求是完整 能够符合党立需要的 也符合活动期间需要的这个内容 避免造成交通上的一个困扰 对 而且我提醒了 我说因为两个月其实蛮感的 因为红盘还要去做绿化 他们做完你们才能进去 所以这个时间你们真的也要加紧 知道吗 不知道议员我们那个地景 十月底会完成 地景十月 十月底 你怎么讲十月底 哪有完成 是要等红盘进去做绿化以后 你才可以进去 我现在不是在讲你的规划 我在讲你的工程 因为就短短的两个月你要十月 哪有完成 你地下火车站 地下停车场没做好 你怎么可能盖在上面 他上面那个顶板已经好了 他现在等到红盘进去做扑面 我们同时跟他配合 是 那红盘什么时候进去 跟一座报告 红盘的部分我们追踪 他是在五月要进场 已经进场了 五月进场 他已经做绿化了吗 还没没 红盘那是先进去做那个 所以我说你们的时间还是要注意嘛 对不对 因为我也希望在那边举办啊 好 那另外 市长我跟你讲 今年本来这个城内五大商圈 他们要结合台湾省城隍庙 然后在这个邀集 他的合作厂商 然后配合台北灯节 去做商圈的行销活动 那可惜因为疫情嘛 你们就缩小规模 他们就作罢了 所以明年他们都有可能继续 甚至西门町这边商圈也会跟进 那我要跟你提醒的是 因为今年 你们有告诉我说明年会在地井公园 可是因为你们这个灯节的规划 还没有上网嘛 公告也没有招标 所以现在都还不知道 大小的花灯 要放在哪里 还有这个路线 是 范围都不知道 对 那我要提醒你 因为新冠肺炎影响 北市经济盛据 所以你市政府应该透过活动的举办 我们市政府这种大型活动的举办 或者加上一些振兴的政策来去 这样子的话 灯节才会有扩大这样的一个效益 所以我再请教一下 这个部分 是不是市长可以赶快就相关的局处 也跟官员去讨论一下 有什么振兴的座位 可以一起搭配在这个里面 是 刚議员所提到 不管是省城王庙附近的这个公庙 都在我们 像我就已经在这两个月 已经去走访这些地方的公庙 去了解说明年因为灯节 举办的范围有不同 我们怎么来结合这个当地的 这个相关的活动来提振相关的 不是公庙吧 这个不是你能力可以做的 一定要市长 因为我刚讲的 要配合一些 我们市政府未来要提的 相关的振兴方案在这里面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要有一个人主折了 看是哪一个副市长 来去做这件事情 负责这件事情 对 灯节现在是财务 对 财务 跟易所报告 第一个是我们已经列入这个 万华的五维墙博物馆 来做整体的这个构想 所以你把台北灯节也纳入 五维墙的博物馆了 是的 是的 都纳入了 OK 第二个我们已经跟 观众局长 我们都整个奔 市府相关团队 也去拜会了像这个当地的公庙 都在讨论相关这个灯节的事情 我知道包括青山记也是嘛 对不对 因为青山记 青山王记已经开始启动了 会有很多这个全省各地的信徒 还有甚至国外的观光客 对不对 龙山市的部分 我们也去拜访过了 你说的龙山市是配合青山记 还是配合我们的灯节 那这个是本来每年就有的嘛 今年会扩大 今年会扩大 就是蒙甲公园跟周边吗 是的 是的 但是我还是要跟市长你说 我说除了刚刚讲的跟郭妙结合 包括商圈 包括夜市 包括所有的振兴的政策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搭配 好啦 那议员有意见 就直接跟 就类似我们交给蔡富 我们一包处理 蔡富你负责 是的 好 那这个以外我还要跟市长 你具体争取 因为你的场地 从西门红楼搬到地景公园 可是 那你中华路两侧这边 我希望这边未来是不是 还是有大型的花灯 可以放在那边 然后呢 还是有相关的活动规划 还有 如果商圈 我刚讲的 明年部想要配合 这个灯节 去举办这样的一个行销活动 那市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帮忙一下 议员的建议我们在跟 因为就像议员讲的 我们还没公告上网 也还没发布 还没发布 我们是不是执行厂上出来 我们把议员的意见 那现在我们再跟这个 执行厂商来讨论一下 因为 那个北大商圈 这个城内的五大商圈 他们就很希望 他们真的很希望 还是可以有这样大型的 花灯在这里 理解 那因为场域的部分 已经在广一广这块 往周围去延伸 我想到中华路这两侧 是不是真的可以纳路 我们还得看执行的状况 如果再跟议员做报告 好 那另外我要再提醒你 因为根据所知 我发现那个青山公的文化季 虽然市长有要求说 要所谓的国际化啦 在地化跟产业化 在地化是做的还不错啦 可是 我觉得 产业化做的不够 所以你们要再加强 怎么跟周边的一个商圈 美食店家 能够再做结合 对不对 我觉得利用这样的一个 这么盛大的活动 好不容易疫情趋缓了 是不是能够 让更多人认识万华 喜欢万华 然后以后更常来这边观光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 你的产业化的部分 坦白讲 我根据所知 我觉得还是不够 好不好 青山王纪的部分 我们民政局 观传局 文化局都已经开始启动 跟他们做讨论了 我想今年会再扩大来办理 我希望不管是登节 还是这个青山公的文化季 你们有一些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规划 或者是调整这个内容 能够这个及时的把它提供给我 因为一个在地议员 我在那边土生土长的 我很关心这个好不好 好的没有问题 好另外市长我要提醒你 因为在三月的便当会上面 我有告诉你说万华有一批年轻人 他们返乡创业 然后结合周边的这个在地的特色的店家 来共同行销 那也推展在地的文化 那去年就是很自发性的办了一个 老陈咖啡箱的活动 你还记得吧 对不对 好市长 便当会我跟你讲的 那便当会 我说老陈咖啡箱 是我们万华在地年轻人返乡创业 然后结合在地文化 所做的共同行销活动 好 那今年是办第二届 在八月 那他们希望市长 或是副支长 当然最好是你啦 能够开幕的时候 能够立临指导 因为你到就会有媒体 所以呢 我想这个部分 你不要忘记你的承诺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时间暂停 好 来市长你好了没 好了 准备好了 好 来 来市长 今天喔 这个刚好碰到本小组直询 这个日子也是很特别的日子 就是六四 六四 这个你现在呢也是民众党的主席 那在立法院也有席次 所以是中央级的政党 那外界对你这个一路以来呢 的这个这个这个两岸的态度 一直是很难捉摸啦 那最有名的两岸一家亲啦 命运共同体啦 都从你嘴巴说出来 然后还扯出什么国安AB案啊之类的 这个 你现在已经是党主席了 因为你是市长 刚好也在这个时候 好不好 你是不是表达一下 好 来来看一下看一下 这个最有名的 世界上最有名的 一张一个图 六四 六四的代表图 好 来 市长 民众党主席 请 但是在议会应当 我只要回答市政的问题 这个党的问题 应该是立法院 你都已经阻挡了 没有啊 这个 六四还是一个 一个在近代史上 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不过它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 民主自由还是一个 人类的普世价值 所以 我也认为 特别是经济发展跟 经济的发展跟政治上的这种需要 不可能产生太大的落差 所以 终究 中国还是要朝向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 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 这是你的立场 那 对于六四 这个事情呢 这件事情呢 你怎么解释 怎么诠释 它就是一个民主自由 在过程当中 中国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 近代史的悲剧 好 好 OK 这是你的看法 那 实事一点的啦 那两岸论坛 你们说 持续在沟通 现在沟通到什么 什么状况 怎么进行 这是这样啦 我们 目前 我们在秘书处底下 有个大陆小组 那目前是 杨清辉 这个参议 应该算参事来参议嘛 他直接跟对方的上海台办的副主任 就一直在密切的联系 因为这个 因为他人要过来有困难 特别是说如果进来要检疫十四天 这简直就这个 如果取消检疫呢 开放了以后呢 第一点啦 因为这种东西 你不可能 第一点 这个一般 一般我们举办还是要决定日期 所以上海方面 对这个 他觉得说人要过来很麻烦 所以在想说 是不是用透过视讯的方式能不能解决 这个透过视讯 就要 这个就一样 要磋商嘛 你用哪个软体都变成要 双方要沟通很久 通讯软体要用哪一个 所以现在的困难只有检疫的问题吗 还没有 有没有讨论到其他的困难 没有 其他我们还是一样嘛 因为如果你定调是两岸之间城市的交流 那也就双方压力低一点嘛 那我们还是表达说两岸之间还是要交流 你没有交流 完全没有善意 没有善意 就更没有交流 而且特别是在目前局势这么僵硬的状态下 我的态度是这样 至少维持 而且他已经举办十几年了 现在说要停 我说那不是更后退吗 所以至少我们过去的规模什么都维持住 好 那中央 你刚才有讲到目前的局势很严谨 中央目前的做法 你觉得有让这个双城论坛有增加困难度吗 跟一桌报告 目前我们跟陆委会这边有先有一些讨论 所得到的信息是他 因为这次已经刚刚市长讲过已经例行的工作 所以目前是没有反对的理由 没有反对的意思 是不是 就看我们台北市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是的 必须两边做一个讨论 好 谢谢副市长请回 好 接下来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你就是 你就是要阻挡 你第一任的时候就说你不会阻挡 在证件发表会上你就不会阻挡 大家也相信 到了第二任阻挡了 你说那个证件是第一任的证件 所以你的承诺就是四年一次了 所以第二任就阻挡了 所以还是要问你党的问题了 因为你就是市长 你也是当主席 你若不阻挡也不会问你这个问题了 来下一张 同样的 这个韩市长高雄的韩市长 也是身为市长 他现在也要接受这个民众的考验 民意的考验了 你也是身为市长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台北市的问题 身为市长 面临这个罢免的投票 那中央执政党都已经讲了说 要鼓励市民去投这个罢免投票 那你同样也身为市长 今天台北市是没有发动罢免你了 你有什么看法 对于市长被罢免这件事情 韩市长被罢免这件事情 还是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议会 我们应该是回答市政的议题 不过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有问过这个题目 事实上我们自己 党的内部的开会 我们都说 这个投票权我们都保持总理 没有特别 所以我说我们最后定调就是说 还是一样我一贯的说法 我说事情都已经找到这个地步了 我就交给高雄市民自己去解决的 嗯 那执政党他有 他有特别通过 要鼓励大家出来投票 你民政党会做这种事吗 没有 不会 你不会发动党员是投还是不投 是去投 还是投反对 还是投赞成 都没有 你们都没有动作 都没有动作 你有听到动作没有 好 OK 好 好 这个韩市长面临考验 其实柯市长 你也面临的考验 不管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你这两任 说实在让我很不胜唏嘘 很不胜唏嘘 这个守善之都 在你的领导之下 哇嘞 真的 越来越不胜唏 越来越不胜唏 来我们再看一段影片 大家回忆一下 回顾一下 北投区的普渡半桌 柯市长敬酒一桌接一 台大医院在平静 第一名不会是新闻 这款柯市竞赛哲学 没人敢恭维 但柯文哲高标准 刮自己胡子还不够 连市府局处也要刮得一干二净 所以我要让他们开始养成这个习惯 台北市去参加任何比赛 第一名都不是新闻 没有第一名就是新闻 哦 这个是你当时 意气风发的 北投区的普渡半桌 柯市长敬酒一桌接一桌 冷落在地明星 还要师傅员工 跟他一起充第一 这周在市政会议上 柯文哲要求 只要有中央评见 或是民间办的评比 满意度调查 如果受评的局处 没有拿到第一名 严考会要列拐 主管还要到市长室 检讨报告 柯文哲还说 北市府的资源人力无理多 参加比赛要养成 拿第一名的习惯跟文化 来 市长 还有没有在列拐 不是第一名 还有没有在列拐 有啊 其实我们这种重大的比赛 包括远见天下 或是那种亲子天下 其实我们每一次出来 这个啦 只要是客观指标 我们没有拿 只要是客观指标 对啊 赶快先讲 要質疑人家 客观指标 来来来 看一下 最最那边是 最右边2015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 震意气风发的时候 不得了 虽然还是比陈菊赖清德还低啦 也比马英九低 但是那时候77% 77%不得了 本席在这在这边咨询你的时候 给你的意见 你都一概一概不觉得需要采纳 哦 对于议会的监督 议会的建议呢 都都吃之以鼻啊 第二年马上就掉到45%了 第五名了 第三年就掉到42%了 第六名了 2018 稍微回升一点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第四名 再来 2019 又下来了 都没第一 你刚才说的 说要第一 没第一 就要列冠 要减讨 现在最新的 还是在第五名 人家卢秀燕 你本来去年还赢他 人家疫情好好处理 升上去了 53%了 你呢 敬培莫座 市长 你自己检讨 是怎么回事 我差不多 其实在台北的话 如果座的话 大概55到60就是 极限 你77%是怎么来的 那个是例外 那个不正常 对 我们选出一个不正常的市长 77%那个太高 那不正常 太高了 人家还有80几的 这个台北市的 要求比较高 大概就是55到60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要求比较高 对啊 你打不到吗 会努力 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 还有更低的时候 还有更低的时候 还会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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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市长 要自己检讨啦 这这个 雪淋淋的事实啦 哦 自己做得不好 自己要检讨 哦 一直说白人 来 下一张 来 下一张 落刺 落到这款圆 2015 还有 第五名 再来18名 20名 13名 17名 到今年21名耶 哦 市长 你刚才说的 你刚才说的 台北市资源这么多 没有第一名 那才是新闻 第一名不是新闻 不好意思 你现在是最后耶 你现在是最后耶 21名耶 台北市资源这么多 我们甚至比 县市 县市的预算这么有限 人家 县民对县长的满意度 还高 啊你 手握 一千六七百亿的资源 一路下滑 从五名滑到最后 你全台湾 垫底耶 我台北市议员 我们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真的是 没有看过这种成绩耶 就不错了啦 市长你自己检讨一下好不好 资源这么多 怎么会做成这样子的 你自己检讨 你说吧 这个还是一样啦 这个 标准不一样 这个我们都有在监看 这个还好 会继续努力 那也会再回升一点 往哪个方向 是继续往下 还是继续往上 不会 我觉得这样啦 差不多 55到60 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那我们也会努力 朝那目标前进 还有人说自己 当选的时候 77%是不正常 不正常 太高 人家还有比你高的 怎么会不正常 你做得好 人家就 民调就高啊 你说的标准不一样 我也不认同啦 因为我们施政的对象 是市民 是县民 就是民众 不管你有多少资源去运用 你推什么政策 你有没有做到人心上 有没有做到人的需要上 人家就会 都会欢喜 都会感激 民调就会上来嘛 怎么可以说台北市要求高 所以我就要垫底 21名 你原来第五名是 是是是怎样 也是不正常 也是意外吗 那个 那个 当时 如果要排第五更奇怪 当时 那个 还在蜜月期 所以那个 我也是很奇怪 没有 我倒觉得这样 我们还是会努力的 但是我们所有民调 我们还是有在监看 那会列出我们需要改建的地方 一定要努力 台北市 1600亿 很多县市 连我们预算的零头都不到耶 1600亿 让你用到这样 这么多优秀的公务员 都说台北市公务员是 品 数值最高的 让你扑到这样 扑到败底 败去 好 下一张 来来来 各单位更是 更是惨啊 以前我们 2015年 你刚上这个 这个上任前后 还有十名以内 虽然不是很前面 还有十名以内 教育15名 当年 环保5名 治安6名 道路交通5名 消防公安9名 医疗卫生5名 观光休闲11名 经济就业第9名 拍谁 看看 台北市公务 五年 变这款型 全部掉入十名以后 掉入十名以后 四名不满意 对你的团队不满意 对你个人不满意 全部给你 全部给你打到最后 二十名 十四名 十九名 十二名 十二名 二十名 十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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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就业二十一名 真的是 就是 就像你讲的 选出一个不正常的市长 让你满意 一千六百元 一千六百亿的预算 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台北市长 你自己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不过这是满意度 像那个教育 台北市的教育 在全台湾怎么可能是排二十名 我们那个亲子天下 所有的客观指标都第一名 甚至我们在亚洲都还名列前茅盒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主观的满意度跟客观满意度 那种gap越来越大 不过我倒觉得这样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就是继续努力就好 没有什么特别 有很特别 一路下滑 台北市表现这么差 真的真的身为台北市议员 真的是难过 真的是很难过 刚才对比你刚刚上任的时候 多么的不得了 跟你劝跟你讲 好好跟你讲 你也不听不信 这个真的要检讨 不要再下滑了 好不好 可以吗 这个也不可能下滑了 不可能下滑 还有喔 你还在讲生笑 不要紧啊 这你拍一看 还在讲生笑 还在嘻嘻哈哈 我都笑不出来了 你还嘻嘻哈哈 不是啦 我跟你讲 台北的经济跟就业 全台湾排第21名 不满意好不好 高雄又不算 所以这个data就已经 看一看就好了 不要再当真了 你可以质疑 反正你最厉害就是成绩不好 就质疑人家不对 质疑人家不公平 就对着你 没有没有不是不公平 这当然它有大的意义 但是你看 台北市目前 我们的GDP占全台湾25% 我们我们说什么经济就业 全台湾各县市排第21名 那这不是 所以我刚才就讲 你的施政没有到位 没有做到人心上 没有做到人家需求上 你自己在那里做 在那里做 自我感觉良好 我做的很多很棒啊 客观指标很棒啊 不好意思你做错地方 老百姓觉得你没做对啊 不是我要做的东西啊 所以才会给你这样子的成绩啊 市长 你要好好认真检讨啦 你不要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这个嘻嘻哈哈 然后这个不标准 那个有问题 没有没有 我们还是会改进的 还是会努力的 对啊 真的是 来还有你个人的问题也有啊 来下一张 来看一下 跟你刚开始的时候判若两人了 我都我都以为是不一样的柯文哲啊 两个柯文哲 两任怎么差这么多啊 你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你自诩常常这样子 亏其他的县市首长说 我柯文哲上班时数一定比人家多 这你自己说的 那不一定 但是你自己敢这样讲 你很自夸这样讲 刚第一任的时候 不好意思 来我们帮你统计了 第一任的时候没错 你全部的 自驾公驾休驾 全部才九天 一整年 再来马上增加蛮多的 第二年就开始了 十九天 第三年十六天 第四年二十八天 第五年的三十天 差太多了吧 一九月呢 一年才十二个月 你市长第二任开始 一整个月就不见了 你人没在 我跟你讲 这个请假时数更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 又没有意义了 我们这种责任制的 其实那个请假都没有什么意义 市长 你这样讲法是在混淆视听 为什么 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 你不是这样 你一开始的时候很自夸自己 工作时数长啊什么什么 加班什么的 讲的很漂亮 没事就K人家 其他县市首长 说人家 上班比你少 做事比你差 效率比你差 你当时这样讲 第二任 一个月 请休假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这是同一个柯文哲吗 我跟你讲 我们这种行政首长 请假次数都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你当时一直挂在嘴上 一直K人家 K人家上班时数比你少 都自己嘴巴讲 没有统计数字的 现在统计数字给你看 好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数字 没有意义 你请假没有意义喔 因为我们那个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下班时间继续在工作 那个也没有在报价班 你自己在讲 明明请假这么多天 你看 今年才计算到五月 五月底喔 你已经请假十九天了耶 你已经请假十九天了耶 现在才五月就十九天了 我看要破三十天了 那不行啦 市长你一开始 如果就是正常 你觉得三十天正常 那你一开始 田一任就应该这样子啊 也不要去讲别人啊 你自己把自己讲得这么伟大 然后第二任开始 一整年一个月 请假 没有那个可能是喔 因为 因为我们 我们只要一离开市政府 他就直接算请假 其实我跟你讲 那个 搞不好我们现在 比较诚实申报 嗯 又来了 这个这个请假意思 又来了 又来了 这请假是不是没有意义 又来了 这些统计都是公务人员统计的喔 你不要随便 随便讲人家公务员 这个 现在才是实报 那你前面都没有 没有造实报喔 你是讲公务员 帮你乱报吗 这个请假时 是我最好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那个 下班时间那怎么算 我们根本 我们没有下 我们也没有所谓 上班时间跟下班时间 对好是 但是有请假时间 对啊 所以那个我就觉得 这个事实就是事实 你自己穿到这 时间这么长 你就是清喝就好 自己减透就好 都不可以 我们回去研究看看 我回去研究看看 这实数是怎么办 所以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议会要监督行政单位 怎么跟你说 那不是啦 那没正常啦 那不是这样啦 那有问题啦 都自己都没问题 自己都不检讨 讲的这么白了 这样子也能讲 这现在才开始时报 你讲这什么意思 我真的是被你 真的是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来来来 所以来结论看一下 你的第一任表现了 那时候意气风发不得了 常常挂在嘴上 我是台大医生 我很聪明的 我智商多少 我都要第一名 不好意思都没有 不尊重专业 骄傲自败 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总之 第二次总之群 我就跟你讲 市长 你这台都 市政建设 绝对 绝对乱的啦 因为你太自信了 你觉得 这些公务员 我记得我还把所有 所有这些所长请上台 让你一个一个知道说 他们是 多少几十年公务人员生涯 培养出来的专业 执政团队 你呢 你反而是最没有执政经验的人 所以我们一直跟你讲 你要尊重专业 第一任的时候提出一大堆 你自己 自己的想法 然后 不知道你的想法 我记得你还骂过人家 头下跌那楼 头下跌那楼 本期在质询里 你身为一个市长 有需要讲话这么难听吗 你还跟我说 我是医生 常常接触器官跟排泄物 好 真的把我启示 不尊重专业到这种地步 骄傲 所以 一落千丈 这是你第一任的表现 一落千丈 就是一直往下滑 第二任更惨了 热情不在 判若两人 你已经不是第一任的科市长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再连任 你就 你放下 放下 你人自己都没看 很明显的 你不再热 对 对台北市不再热情了 人也看不见了 那议员 其实我现在工作时间 没有比第一任少 我还是一样 只是 我觉得我们很多发言 不需要自己去发言 就这样 其实我还是一样 我现在工作时间 没有比以前少 是 请假时间比以前多就是了 所以那个老讲 其实我们也这种首长 你知道 那个什么上班时间 也没有什么意义 上班时间都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 所谓上班时间 把你选出来 是这样子来答复市民的吗 说你人不见 防疫 防疫指挥官 尚从中央下到各个地方首长 都是自己出来开会 跟市民讲 跟县民讲说 我们要做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配合 要怎么规定 你不是 你人不去 人不见了 交给副市长 副市长还没有选市长 你选了半天 这么多人 几十万票投在你身上 结果你不见了 你跑到哪里去 我还打过照片出来 你跑到高雄 台湾民众党去了 别的县市首长 都在当防疫指挥官 你没有在当防疫指挥官 你这民调满意度会高吗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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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贵 出大事 人力度还是在忙民众党的党务 你这样子民调怎么会高呢 你也对不起台北市民啊 是这样啦 到现在为止 事实上台北在防疫上 我觉得相对其他县市 也没有说让人家不满意的地方 坦白讲 这个我们都有在 其实每一个防疫动作 我们都有在看 只是我觉得这样 不需要我个人出来发言 不过一年后再回来看 就知道我们目前今年的防疫战略 是正确的 一年后我们看数据就知道 我都有在想 一年后我们看数据就知道 大家都做得很好 但是民调就是很差 那民调有问题 人家卢秀燕我刚才特别讲了 卢秀燕前一年民调垫底 经过疫情的处理 他升上去了 你下去了 这不是很明显吗 你一直在最低的地方盘旋 你没有上去 市长 市民是投票给你 不是投票给府市长 你要叫他算后代 那也是后代的事 你要负担起你的责任 怎么会不能连任之后 判若两人热情不在 人也不见了 这样子真的 真的让我们很难过了 台北市五年来 你看看各项指标一路下滑 市民不满意 这个你就要检讨 因为是市民投票给你 市民不满意 当然是你要考虑 我们从政的人 你考虑的是什么 不是你自己做了高兴 自己推出一些 异想天开很高兴的政策 而是投票给你的人 喜不喜欢你的政策 有没有做到他们要的 对不对 你不能自己 在自己的空中阁楼里 我这个阁楼盖得很漂亮 那我好 市长 心要在市民身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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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都一样很认真在工作 没问题 好来 看看你们的纾困表现 就是有没有做到市民身上就是这样子 几年来 我们的剩余 我们的市政府的剩余 10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龙兵留给你的 300亿的剩余 再来一路 200多亿剩余 133亿 51亿 77亿 一路 一路这样子下滑 你都不要讲话 我们讨论市政 市政层级的 没有问你不要讲话 你这个表这样写 这个 没关系 你那个税计剩余 写这样 我说了 会被人家下滑 这财政局提供的 财政局提供的 你那个税计剩余 不是这样计算的 这是数字而已 没有什么计算 没有什么计算 这个数据是不对的 这是你们提供的 不是我的 奇怪是谁提供 时间暂停 时间暂停 市长 讨论数字 好不好 好 市政府还债 剩余里面拿来还 第一年就还了166亿 105年还了134亿 121 110亿 40亿 五年还了570亿 就是把市民的税收 市民缴的钱 给你来成就 你柯文哲还债的美名 一个人 就是你一个人 为了你一个人 好听 大家 全通通拿去还债 财政的规划是拿钱 来新利 来繁荣 然后制造收益 付一点利息 这是每年的剩余 你不是 你把大家的钱拿去 你一个人 好看 来 剩余越来越少 还债还了570亿 结果呢 我们市民最需要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帮忙 来下一张 你那个表是数据上是错的 税记剩余 不是那样 而且税记剩余 不是用每年累积 这个算法也不对 所以你的助理 你的助理确定给你这个数据吗 你们提供的数字 没有不可能 时间暂停 时间暂停 这个数字是错的 因为税记剩余 是每年年底的时候 税记剩余 好啦 这数字是不对的 常常用这种 不是啦 你这个表是错的 上面的数字是错的 这是主记财政提供的 我就是照这样子写出来 不是 表示你的助理 不要讲 你自己都 不是啦 你的助理要有基本的 会计的知识 这是当年度的 不是累积生 来来主席 主席 主席 这个是政府提供的 我们就是照写出来 我们一年一年问 他一年一年提出来 就是这样 市长前面 可能不是很高兴 没有必要去找这种 因为这绝对不是 我们办公室自己助理 写出来 多少三百亿两百亿 不可能嘛 这是我们所知提供出来的 今天要进行咨询 是来讨论问题 你们提供的数字 然后在这边耽误时间 这不是咨询 不是这样用的 好不好 来 主席麻烦维持一下 这个咨询咨询 局长 你们提供的资料 正确吗 跟一座这里报告 您提到的应该是 当年度的税计剩余 那 刚刚市长讲的是 我们讲的是累计的 累计的税计剩余 在108年底是308亿 有没有当年的税计剩余 这个当年度的税计剩余 是 这边提供 应该是税入减税出 对 当年度的税计剩余 就是当年度的税入 减到当年度的税出 那以108年度来看 当年度的税计是有77亿 是当年度的部分 就是当年度 这是你们提供的资料 累计 累计其实有308亿 刚刚财政局长讲的 有308亿的累计 对 好 好 谢谢 谢谢周明 请两位请回 好 好 来 下一张 好 本期一直说 你们的纾困是换寡 又换不均 给的太少 还债还一大堆 还债还一大堆 市民有需要的时候 没有拿出来 我一直跟你们讲 你们的补助呢 都是补助到 稍微 稍微有资 资产的市民 产发局 你要融资贷款 你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有公司 是不是要有营业 官传局 你要补助检疫 那是补助检疫 社会局 急难救助0.15亿 0.15 富康巴士0.2 供运处 补助客运业 0.95亿 救福库 这个还有直接 直接有到市民身上 千人防疫 1.87亿 然后你的市地 减租 减租也是有办法 跟市政府去租地 才减得到 乘租户的水费 减免 那也是乘租户啊 也是有办法去租到你们的地 那房税 娱乐税 降税 那更不要说了 都是要去消费的 真正有需要的 深斗小市民 没有被你帮助到 还债还500亿 纾困14亿 就算加上那个灾害准备金 4亿加上去也才18亿 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真的看得很不忍心啊 现在市民有这个需要 你还债成就你的美名 这么大方 纾困这么小气 来下一张 来 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帮助到 当然对市政府 市政不满意啊 你看 中央 给的经费申请2万多件 我们核定了2万2千件 所以表示说有需要的人有2万4 这也是中央给的啊 这也是中央给的啊 市民的急难救助 这也是原来就有的 我们台北市原来就有的 也没有另外增加纾困 核准了289件 市长你知道我们无薪假的劳工 有6300多人耶 领不 领不到你刚才那些纾困的 对这些老老板啊 小型小型企业的老板的纾困 他领不到耶 五千六千多个劳工耶 市长 你每个人发他1万块 输困金也才6千多万 一个人发2万 他无薪假放在家里 没有收入 他房租要交钱 小孩学费 补习费 餐费 都要钱耶 他没有没有收入了 他需要政府的帮忙 结果帮不到 你发2万 给他也才1亿多 所以真的看得很难过啊 有店面有店家的 他还可以做生意 像这种无薪假 一放没了 房租都交不起 我碰到好多 我在路上走 都有劳工跟我讲 哇议员就痛扣了 没有收入了 房租交不起耶 嘿啊 你就义方案有 一千个职缺 上工快一千个 第二个方案呢 有四处一百 一千五百个 上工还不到五百个 还差一千个 市长啊 加把劲啊 需要的人这么多 我们是政府 给到的这么少 你去补那个 有店面的 做生意的 开公司的 这些人才真正 投诉无门啊 找不到地方帮忙啊 差距太大了 你照顾没有到 这些需要的 小市民身上 市长 你有没有办法再加强一下 这个 一般来讲 我们那时候是说 防疫纾困嘛 防疫大概做得不错 那纾困 我们当然是减少 企业的现金支出 现在 关于这个 个别的补助的话 因为目前我们还是有 失业劳工 整个社会救助系统都在 所以如果他们有需要 还是可以寻目前的 所以就 就是目前啊 但是大家现在 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 无薪假 失业 你要特别 你要特别帮助这些人嘛 你本来就有的 本来就有啊 他现在更惨了 就要索困下去嘛 不要什么都等中央中央 我们还债有这么多钱 剩余有这么多钱 你不拿来帮助市民 你先 你 这怎么说的过去呢 哦 来来来看一下 看一下人家 澳门 澳门每 每个人可以发 市民可以发三万块 哦 他们人当然比较少了 非永久住民发两万多块台币 他们就讲了 政府现有五千七百多亿财政储备 哇 真的很多 回归二十年来所累积的 是市民的血汗钱 因为有充足的储备 才能在疫情期间 推出多项资源措施 我刚才讲他每个人发 那只是一部分 还有别的纾困方案 所以我就 以我们民意代表来讲 钱是要拿来活用 拿来创造市面的繁荣 那最糟的时候 市民有需要的时候 把这个钱 给市民拿去用 因为你们交了税 你们花了 你们交了归费 你们的钱 我用不掉 我现在赶快 帮你帮你个忙 市长 看到这句话 你有什么感触 其实不管澳门或新加坡 其实他们过去国家财政是正的 就是说他们有累积剩余 但是老实讲 我们现在整个台湾是负的 所以这个跟不太一样 因为澳门跟新加坡 他们的财政他们是有剩余的 所以他们累积相当多钱 所以这个时候要减一点 目前整个台湾还是负债 台北市 你不要讲到台湾 这个独立系统 社会极难救助系统要保持 所以有任何人被伤到 他有被损伤的时候 就巡慕有的 目前的社会救助系统 当然钱不够 这个我们都会给 都会在補 我的意思就是 你现有当然就是不够 疫情就是额外进来的 你看无薪价六千多个 去年无薪价才两家公司 现在六千多个劳工在那边找不到 找不到钱痛苦的要命 要你补要你帮忙就没有 现有你们去申请 有啊刚才现有的申请多少 两百多个中央 两万多个人去跟中央申请钱 我们台北市就不能多做一点吗 还是可以 我倒觉得这样 因为我们在等 像那个最近那个振兴券 我们在思考说 在趁着这个振兴券 是可以放 可以放一些 但是 但是 不是这样 政策还是要想一下 因为 要怎么做 会有最大的倍速效果 也不能乱发现 想能不能快一点 老百姓已经 快饿死了跳楼了 因为昨天才宣布你知道 然后到7月15号要上线 所以我们老实讲 有时候中央一个政策下来 我们要做对应的政策 不要一直等中央 台北市首善之都 资源这么多 也有累计剩余 你多做一点嘛 会会会 不过台北市是没有累计剩余的 来来来 你多做一点嘛 市长记不记得我下一张 我第一次问你的时候 就说很多市民跟我讲 汽车格 机车格 画了一大堆到处画 然后收费 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很 开汽车的不见得一定有钱 他有业务上需要 他工作需要 骑机车更不要更别说了 那个会期一开始我就问你 你说我们整体考虑 考虑了这么久 疫情都快过去了 到底怎么样 你刚才 中央的疫 这个 这个 三倍 三倍卷 要说 三三倍小卷 案子推的 里里拉拉乱七八糟 你什么都等中央 你台北市不能多做一点吗 会说我们现在有针对大客战 因为游染车他比较没有生意 比较会停在那个地方不动 所以这部分的停车费 我们现在有检讨 是要把它用减半的方式 来优惠 那就快啊 惠奇开始就讲了 那一般的汽机车停车格 直接影响到伸头小民的 我们那个机车收费 我们也是暂停的 也是随着疫情期间延后来实施 什么哪边 就是那个机车收费 我们本来是预定四月要开始进入捷运 下一阶段 但是我们也是延到七月底之后 所以有一些要调涨费用的部分 我们都是暂停的 汽车 调涨暂停 你在往上调整 那会骂得更惨 所以我们都是 往下降呢 有没有可能 你们研究了怎么样 没有我们现在就是 其实我们停车费并不高 我们主要是要管理 并不高 对是要管理 不是要在收费赚钱 看到我就跟我讲 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笔收入 这笔支出 汽车停车费这样子收 一个月增加两三千块 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笔费用 就是会影响到他 真的 你们没有办法想象 来跟我讲说 我一个月差两千块 要停车费 四个停就四十五十六十 一直去 他真的受不了 深入小平真的受不了 我跟议员报告 你停车费下降 如果说 大家停在那地方 周转率低的话 找不到停车费 那可是又造成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 维持现在费率 但是我们不调 不会调涨 那要收费的部分 我们都是往后 延后才收 所以啊 所以老百姓就是你这样子 政策一推的话 全面的人 所有用车的人 机车的人 全部都感受到 诶 市政府有在体恤我们 我们这个 每天骑摩托车 日晒雨淋的 有注意到我 啊现在 把车格越化越小 民众不是 不是开心 他们那些机车组 我的脸书上面 已经一大堆了 对啊 就说越弄越小 我们 要被烫几次啊 弄这么几 推也推出来不好推 推进去也不好推 被别人的排气管烫到 对啊 你们还想涨价 还好没涨价 没有 不是大客车 大客车部分 我们会尽快来实施 市长 真的啦 你做市長 你是市民的父母官 这些人投票给你的 你跟他说啊 这个这个我们先不涨 人家需要的 你现在 就算 好啊 降价 市长 一律先少十块 你每年这个停车 增加停车费 每年我看的 收多少钱呢 好吗 市长 其实我们的停车费 主要目的还是要补贴 我们的公共运输 市长 我们今年 那个运价又调涨 你知道 但是我们票价也没有动 所以那个我们每年要 发在公共运输的补贴 变得相当高 所以这个要到 那个停车费来补贴 市长 你想一下 很多骑摩车 上班送货的 他没有办法去做你的大 大众运输 好不好 这些人就是你要照顾的 你不要一直想到的 都是 不要骑车直接去做捷运 你这个想法就是没有 没有做到民众的需要 难怪一路下滑 好不好 多多体恤一下伸斗小明 好谢谢 时间在庭 喂 我们那个主席市长 还有各局处首长 大家好 大家都辛苦了 那首先我要针对呢 疫情来做一些询问 市长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央今天就有讲说 我们六月七号 就要进行疫情的各种措施的森榜 不管是在观光上面 邮局 学校 然后特别在交通的部分 交通局呢 他们的交通部管辖的双铁客运 大众运输 他们说进入车站的时候 都还是要量体温 然后呢 进到了那个车站里面之后呢 你还是要维持固定的社交距离 然后如果你没有社交距离的话 你还是要戴口罩 那这方面呢 其实中央也有说啦 这边呢 他们只负责管双铁 还有客运这个部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关于就于我们的捷运 还有我们的公车 这两个部分呢 请问一下现在 我们针对中央已经进行松绑的情况 我们的因应措施还有的规则是怎么样 中央的发的新闻稿是说 他6月7号会对所谓的公车捷运 因为疫情指挥中心跟交通部是不一样的 对 现在公布的是交通部 他们是针对国道跟高铁跟台铁 没错 那公车捷运要等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他大概6月7号才会公布 6月7号才会公布 所以目前为止 那我们的捷运局 目前是进口可能要戴口罩 但是在车上如果有社交距离可以不戴 所以我们现在6月4号到6月7号当中 民众做捷运要不要戴口罩 进口一定要戴着口罩 进口戴着口罩 他要确定你有戴口罩在身上 就是先给那个检疫人 就是我们的那个捷运的人员确认 那你进去就可以不用戴是不是 他进去之后中央的今天的说法 新闻稿的说法是 他可以有距离的话 他可以不戴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的公告 因为我跟你讲 市长中央说 他说这边捷运公车松绑措施 由我们地方来决定 所以等到6月7号 我相信应该也不会有任何 对于我们地方捷运公车的任何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事情要快速 然后因应中央的决定 我们今天讨论是说 如果是一样也是社交距离的为主 那我们站在地方政府立场 既然你都戴了口罩 所以我们还是要等7号 看他们有没有对于我们地方任何宣布 之前呢 这三天 我们大家只要在路口处戴口罩就好了 是吗 目前为止 在中央目前相关的规定 他还没有确定 因为上次命令是他下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超前部署啊 就像很简单 酒店也是他下的命令叫我们封 封了之后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看 那正式公文给我 我们就召开 OK 所以目前为止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有新闻稿 还没有公告 现在进捷运站就可以脱口罩了 还没有公告 公告完我们就会按照照办 因为 不好意思喔 我这边要讲 我要请市长回答啦 因为交通部次长已经讲说 是由我们地方决定了 我们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一个 下的任何的讨论方式 他说要为我们地方喔 报警员这就是上一次也是交通部说 全部公文移除在口 这是今天他们讲的 就交通部跟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不一样 上一次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确定的是要等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范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超前部署好不好 是 让民众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会清楚的 一下要看中央一下地方 地方又要推给中央 现在时间大概就是6月7号 好的了解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呢 我们中央现在也是宣布啦 议文场馆在6月7号 就开始可以开放活动人 就取消人数的限制了 对不对 所以呢其实我现在非常关心 就是关于我们的小巨蛋 跟北流的情况 我们北流目前为止 有针对这样一个6月7号 开始取消人数限制 有没有办法开幕 会提前 现在的整个期程 有任何的一个规划吗 嗯 我们现在的期程 就照原定的计划 照原定的计划 因为主要是一人的档期 那目前的压力测试 有分两个 一个是梅花座的测试 另外一个就是满载测试 所以现在已经 不需要梅花座测试 所以我就不需要梅花座测试 OK 这是最新的新闻嘛 好了解 现在不用梅花座 那我们现在的满载测试 大概是什么时候 有要提早吗 822 还是一样8月22号 主要是一人档期的问题 所以艺人现在卡在 就是说他们 艺人的档期 没办法 目前就是把22 敲定了一点 因为我认为啦 8月22号暑假也过了 很多的那个年轻的学生 他们也其实也没办法 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盛宴 我觉得认为非常是可惜的事情 因为北流我们都一直在等待 那现在因为疫情 你看中央已经取消了 这样的一个人数的限制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这边可以 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 来做一个时间性上面的修正这样子 那小巨蛋呢 7到9月的艺文团体 他们相继取消 那现在是不是你们也有进行一个联系 希望他们就说 我们已经都公告了 我们会开放 那有多少团体 他们想要在7到9月 现在在受理申请 OK 那有任何的团体 回应说他们愿意吗 目前有啊 而且我们减半 所有的厂租减半 对 因为我刚刚有问一下 我们的局处啦 那个他们说 现在好像7到9月 目前原本取消的人 他们还是说不愿意回来 所以等于我们会有两个人 所以他都排到明明了 那空的部分 我们开放申请 那针对于我们这个小巨蛋 这两个月的控制期的话 我们到底有没有相关的一些 呃 规划 我们就是开放申请 已经有团体来申请 但是也要经过相关的 那个文化局 他们会做审查 不过减半是个好事啦 想要更多人来参加 厂租全部减半 对 那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我们小巨蛋动辄 每次演唱会都上万人 那我们结封之后 还是必须要依照实名制嘛 对不对 那请问他这个实名制 整个SOP 是长什么样子啊 就是我们每个民众 直接用手机扫描他的身份证 对 在现场嘛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如果开放演唱会的话 是不是也是会大爆满 民众要三个小时以前才能够去 没有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人员身上的手机 都可以扫描器 都能够提早超前去思考这样的事情 现在都在 一万多人 像动物园都在测试 要实名制很难 因为我今天坐这个位置 然后呢 有没有绑到我的身份证 都是一个考验欸 对不对 因为他还有购票 你们要怎么去绑这个问题 他有购票记录跟他的身份证的扫描 所以就是说我在购票的时候 我就要登入我的身份证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购票的时候就是实名制嘛 那实名制之后再跟身份证 我们这边也会做购机 如果发生疫情的话可以查得到 好我希望这个东西都可以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因为我相信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也没办法说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觉得未来都是我们对于艺文团体 这种表演很大的一个挑战 还有现在还有针对厂租的减半 刚刚你也有说到吗 那现在可能就是可能会延到明年年中 在厂租减半这个部分 厂租减半是有可能有很多的疫情 到12月6号 6个月 那我想请问一下 到年底 他们也可以享有这样的减足优惠 如果他的申请期间不是在明年年中以前 因为我跟你讲有一些团体 他们的表演就是在Christmas 今年我们6月7号才开始减足 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期间的表演 如果我的团体的唱的歌都是圣诞节歌 我可能今年可能受到疫情影响 我没办法 我一定要到明年的6月以后 或者是像我们的金曲奖也取消了 都通常都在6月30号左右嘛 那他明年也是要在6月30号 他们就没办法厂租减半 所以可不可以针对影响到的议文团体 进行也是厂租减半的这样的一个证明 我们现在预计 我们现在已经公告的是 6月7号到12月6号 所以如果您说的是明年的部分 我们可能到时候要再讨论一下 你们要不要再减半 只要是真的 受到影响了 我觉得都应该要去帮他们争取 好不好 让他们都可以相优厂租减半 这样的一个 议员可以提供具体一点的内容 给我们再做一些讨论 OK 了解 谢谢哦 那接下来我要针对我们的市政部分 有很多没办法解决的地方 来 你们各局就可以先回去了 没办法解决 我一定要跟市长来讨论一下 我觉得真的很心塞 这个是一个市府 一直都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在部门质询也提出了 然后局处首长也回复的文 都是我有点无萨萨 我觉得说这是什么意思 非常没有诚意啊 也觉得傻眼 所以我在这边呢 希望可以透过市政总职群 来跟我们的市长来做个讨论 目前建筑施工 发生的施工问题 因为前阵子 我接到我们文山区有居民 反映旁边施工 他们觉得有吵杂 他们去抗议 然后呢就是 就沉浸到我这边来了 然后呢我就接获这样子 我就去了解 那结果那个建商有跟我讲说 他们其实都很想要 就是说在一个合法程序下 申请一个很合准的批准进场施工时间 可是一直以来哦 他们到处碰壁 都没有人要理他们 每个人都找不出一个方法 来看一下 目前施工的工程的规范 台北市建筑施工时段管制办法 就有提到 第四条提到 我们的施工作业哦 平日不得 在十点 晚上十点到隔天 早上八点之间施工 这是OK的 那日假日呢也是 在八点以前十二点到两点 然后还有六点晚上 又不可以施工 其实我认为这样的规定呢 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很多民众 他们就是作息时间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希望 施工都会吵杂到民众的正常 做起时间 那其实呢 在这个地方啊 也有说到 如果没有 依照这样的施工时间去做的话 他们不管是会 罚他们一万八千元到九万元上下的罚还以外哦 市政府也会强制勒令停工 可是市长我想问一下 不同的工程 他们会不会针对不同的环境因素 还有施工的条件 有遇到不同的问题要去做调整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们不一定能够在你们所法定规定的时间 如果有各种因素 环境因素啊 施工条件 没办法去做排除的话 一般的建筑工程还是依照我们这个施工的时间 没错 这是一个大原则 大原则问题不会去改变 可是有没有例外的情况 我在这边就要提到 我们在文山区新楼路三段 就有一个建案 现在是这样子 他唯一紧邻的道路是我们在文山区 这个地方非常的交通拥挤 车水马龙 然后还有学校医院啊 各式各样商店街 那其实很密集 我们都知道公车呢 进进出出往来也很密集 可是现在呢 这个施工的工作啊 他们要申请调挂作业 我们来向市府各个的局处来进行程庆 还有寻求批准 结果全部碰闭 我们来看一下 市长你看一下 建管处表示 因为你路边有12000伏特高压电 所以我们吊挂必须要单向车道两条全部封闭 然后你才可以进行 这样他才可以那个吊挂作业才越过那一个 他们的高压电缆嘛 不然会有公安的疑虑合理对吧 那交通局跟交通分队怎么说啊 这地方不好意思喔 你们白天不宜施工 会造成交通冲击过大 交通局说不好意思 不是白天喔 全天喔 你要吊挂的话 你占用车道 因为前后巷弄过载 公车的问题很大 因为怎样我不能通过 我一定要绕道 转弯 所以在公车营运时间 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通过交为计划 你也不能吊挂 所以不好意思 你入全申请不到 所以请市长您看一下 这是建商提供的时间 公车营业时间 红色上面 对不对 五点半到差不多十二点 我不能施工 再来呢 下面施工规定的时间呢 也是我们晚上十点以后 到早上八点以前 不能施工 所以市长请问一下 一个基优的建商 他们想要在这边盖房子 该怎么盖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方法 而且这个 我已经 跟你们中间已经 不知道来回 讲过多少次 希望可以借鉴 你讲的这个个案 其实它是已经 屋顶板盖了 那后来在公货执行完 公货执行完 我们有找相关局处来讨论 对嘛 那你们回应我什么 市长市长 你们他们回应我们什么 她说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边要等待电缆地下化 好 我们才得以解决 我们都知道电缆地下化 过去一直以来 都是文杊局很重大的问题 那大家很想要改变 可是有时候会碍于 我们的道路 可能过于宽宅小 或者是居民 不想要把他们的那个高压电 放在他们的门口 所以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一两年 可以去做解决的 可能十几二十年 都没办法解决 那未来我们新 past lo 3段 不知道市长 你 2025 的 emergency. 這條路就是很多老舊建築,大家都在等待微老,重建施工啊,還有都更 所以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如果這個一個開始都沒辦法做 然後讓人家的廠商一直在那邊等待,那請問像未來我們這整條怎麼去做一個改善 還有我們等待電纜地下的話,這是你們給我回覆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說的,我真的看到汗顏了,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講到一個,因為主要是沒有人做整合 因為每個人都,你問每個局有他不行的事件,合起來就通通不行了 沒錯,我想這樣好了,我們回去開個會看這種事情怎麼解決 對,而且市長謝謝您的那個回應,那在這邊呢,我一定要提到 我們這邊台北市政府是只許週關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呢在這個第四條剛剛提到說這樣的平日還有假日這兩段時間 不能施工的最後一條你們寫上,本府工程 主辦機關報本府核定自行管制者不在此線 什麼意思,就是我們市府自己做工程,OK,彈性時間我們都可以 隨性我想要什麼時候做就什麼時候做 喔,那你們民眾的話不好意思,法令很死喔,就是這樣子 你不可以施工就不可以施工喔 所以呢,其實在這邊看一下,我們來了解一下 都發局呢,你們在過去兩年加速了社會住宅 我認為社會住宅本來就是要快速,讓大家可以趕快享有到這樣的一個 價格還有一個居住的權益喔 但是短短兩年呢,一共有19件的建案,好不好 然後呢,也都是申請彈性施工時間 OK,然後本府,只要你們自行核定就可以喔 過去108年以前都沒有這樣的一個彈性施工的申請 那新公署104年到現在也是18個案子 然後也是,其實旁邊的居民也都有常常跟我們反應說真的會擾民 然後再來呢,水利處一件 然後呢,一直去開那個建商 他們的那個罰單的警察局也一件了 市長,為什麼我們的市府都可以去做一個彈性 對我們的民間想要合法申請的優良的廠商 卻沒有辦法讓他們尋求一個折衷最好的方式 因為他們都希望這個案子可以趕快落成 沒有人希望卡在那邊每天 就是在我們的市政府中間跑來跑去去找一個方法 因為他們其實誠意十足 他們有提出很多很多的就是解決方案啦 那在這邊到處都碰壁就說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東西我一直卡在心裡 我一直覺得說希望市長可以了解到 有的時候你們對自己是一套標準 然後對民間又是另外一套標準 其實大家都覺得看來其實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這個這顯然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對而且我們公家做的都不受限制 市人做的都受限制 對的確是問題我們回去處理 好謝謝市長 好那再來接下來呢 我要針對就是行人的用戶權 我們來做一個討論好不好 就是2012年紐約市長還有紐約的交通局局長 他們召集了很多的相關的交通的協會 一起來做一個整個他們的紐約市的 不管是用戶人的權益 還有整個城市街景的一個通盤的檢討 他們希望可以找出一個方針 然後來就是改善大家行人用戶權的各種權益 所以其實我們都知道歐美他們用戶人權益 其實走得非常前面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在這邊其實也要鼓勵一下 我們的市長 因為我們現在進行很多邻里交通改善計畫 我認為都是對我們行人用戶權 非常大的一個進展跟進步 所以呢不管是說 會色型人行道也好 或者是實體的人行道也好 這都是保護我們人在走路上面 都不要免於被外力去碰撞 這些都是好事 比如說中校路二三段 這些人行道我們都本著智慧人本 你們寫的Proposal上面都有這樣 以人本為出發 所以我在這邊想先丟一個問題給市長回答 請問一下會色型人行道跟我們的實體人行道 如果要二選一的話 市長你會選什麼 會字 標線人行道跟那個實體 實體就是有一個台階的那種實體跟會色型 有實體的當然它是比較安全 沒錯有實體的話就一個人工的屏障 因為有的時候會色型 我們是比較像是妥協後才做的會色型 因為我有時候走的時候 車子有時候或許要交錯 所以他們會開到人行道上 所以呢其實有時候其實算是還是危險 可是我們也是各方的折衷的方向 才做出這樣一個標線型的人行道 那可是現在遇到了一個問題 市長跟你報告一下新工處啊 現在人行道的標準 你要做實體人行道必須要12米 對吧 12米以上 如果不足12米 我們要維護行人的安全的話 也只能用會色型 這其實都是合理的啦 因為有時候寬度的問題嘛 可是如果現在市長我提出一個問題喔 如果現在計畫道路路寬不夠 確實是事實 可是道路兩邊 他們的地主 願意提供空間跟寬度 來給你們做實體人行道 請問一下要不要做 無償提供 跟一座不知道 這個你在部門質詢的時候 已經質詢過 沒錯 然後我前天的時候 我去現場 我們去會看一樣沒答案 看過沒有 這個部分我已經交代同仁要處理了 對 交代同仁要做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的話 因為它是屬於公眾通行嘛 然後前後 前後也是跟我們的人行道有銜接嘛 對 所以說只要是地主 他提供 無償提供給公眾使用 OK 我們是可以來做的 我覺得這樣是真的很好 因為我其實在部門質詢 市長要跟你說 我在部門質詢就講好久 就是未來要說服你們 只要是周遭的地主 他們願意無償提供條件 或者是空間 給我們的市府去做實體的人行道 我覺得這都是在我們的人權 還有人行道的用路權上面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跟進展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其實會看不只三四次喔 然後呢 我們的行公處都一直跟我們說 不好意思 因為是12米以下 所以我們不做 即使旁邊 即使旁邊 對我覺得我們未來 我們的個局處 都要一個高度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希望大家民眾用路要安全 對不對 以這樣的為標準 而不是說不好意思 這是12米 你們每一次行政程序 不是質詢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在地會看 你們一到現場 就說喔不好意思12米 然後我們跟你們說 旁邊人願意提供 然後你們說喔不好意思 可是這個地方還是12米以下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改善 我覺得真的要給鼓勵 也要謝謝 也希望未來的 只要有任何的 不管是計畫道路 只要周遭的人 願意無償提供 我們 就要這樣的格局 去開 開闢這樣的 實體人行道 好不好 謝謝喔謝謝 來我現在再看 下一個 停管處的問題 我也要跟市長報告 其實過去 我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有一直提到 關於購買月票 停車月票的問題 因為我們文山區呢 有不少的停車場 像是花木市場 然後 新龍公園呢 他們買月票 都要常常在外面排隊 排好久 有人排一 一天 兩天以上 就坐在那邊 聞些廢棄物啊 然後呢交換啊 交換就是阿公阿嬤去排完 換我排你排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其實有時候看 真的餘心不忍啦 就覺得說對於我們一個首善之都 這麼好的一個城市 還會有這樣的露宿街頭的情況 我覺得就一直想要改善 那那個時候呢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二月對不對 所以要謝謝我們的處長 在這邊做了一個 全面的線上化登記喔 可是呢其實市長 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我說線上化是好事 但是我希望的是什麼 還是保留 保留 保有部分的 趴數 給在地排隊的居民 來進行排隊 為什麼 因為最近喔 我跑到各個地方 去做一些了解喔 很多人都跟我說什麼 欸不好意思 我們阿公阿嬤 有一些老人長著 他們不會用電腦耶 他們不知道 怎麼樣去線上去做一個抽籤 那有一些呢 可能是外地的人 他們覺得說 欸這邊開放了 我來試試看 我其實沒有那麼樣的需要 可是我來試試看 欸就抽到了 你知道嗎 現在遇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反而 現在在地的居民 怨聲載道 他們都說 可不可以 拜託等到疫情結束之後 趨緩過後 再開放部分的隔位 讓他們來去做現場排隊抽籤 跟一座報告 那觀禮說 年長者他對3C的使用 不抽稀的話 其實我們到目前為止 未來也會繼續提供 因為市長 在這個管理師這邊 讓他來登記使用 因為我在跟市長談論 你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到愛沙尼亞去做一個探訪 對不對 那我們去那個 他的醫化中心 Speaker有跟我們講到 他們那時候 在進行投票的 這樣的一個線上化的 轉型過程當中 到現在還是喔 他們覺得說 在我們在追趕 高科技的速度 快速腳步的當中 我們必須要照顧到 那一些不習慣於 用高科技的那些族群 因為你一個政策 如果沒辦法讓所有的人 都能夠享受到 或者去使用的話 他就不是一個好政策 所以他們 線上大選的時候呢 還是留有一天 還有一天到現場去投票 對不對 讓那些還不習慣於 醫化政策的人 他們還可以去現場做投票 所以我認為啦 疫情期間 你們線上登記是OK的 可是疫情過後 是不是還是要回過頭 來去照顧那一些 他們沒辦法 去做現場登記 去做現場 線上登記的那些朋友們 我們回去再研究 看看怎麼做到 高科技畫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過程 我覺得是一個過程 可是我們必須要回頭 還是要照顧那些 不習慣的人 然後我們再慢慢與時俱進去做改善 這都是慢慢的 我們不要朝職過激好嗎 好 好 OK 那 其實 在這邊我還是要針對 議員票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議員都在討論 我想要問一下市長 您針對月票的定義是什麼 月票 對 停車月票的定義 就是購買比較長期的事 月票就是月票 這還有什麼定義 有 有定義 通常啊 現在美國的時候 我住紐約西 我常常去上學 所以我要進出城 我要從紐約西 做到曼哈頓 我們就會計算 因為他們 有分兩種票種 一種是 pay per ride 你一次付一次的錢 另外一個是unlimited 就是 我會計算 我使用率有那麼高 如果有達到那樣的數字的話 我就會選擇用unlimited 因為我覺得划算 相對有優惠折扣 這種方式呢 用在我們的市府 或是各種政策 都是希望能夠鼓勵 大家去採用 就是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對不對 因為我們行銷學有一個 就是叫厭惡損失的 就是相對於得到的錢 如果失去的錢 這樣子比較 大家對於失去的錢 都會比較看重 所以呢我先付了這個月票的錢 我就會加重我使用的密度 所以呢其實很多市府 世界各國政策 他們在做這上面 他們都會希望 能夠採用這樣的一個 鼓勵大家消費的 這樣的一個心理學 所以在公共運輸上面 可以減少碳足跡 大家都會用月票 可是我們回頭過來 去思考這樣的一個月票 套用在我們的 停管處上面 所以我常常會想不通 因為我們每次都好像是 上帝抽選lucky的選民喔 大家去搶那個票 然後呢 有沒有抽中的 也不知道 我到底就是 就是現在就是 遇到一個困境 就是說 我享受這樣的折扣 因為我現在給你們看了一個表格 就是這樣 我們經過了計算 停管處資料統計 現在我們每小時嘛 收費是20塊錢 對不對 然後呢一個月 平均使用的次數 也是你們提供的資料 14.3次 然後呢我們預估 每一次大家使用 我們停管處的月票 我們都會停大致上 12個小時 這個平均值 20乘以12 再乘以每一次 我們用14.3 民眾他們使用月票 其實他實際上 如果你今天不用月票 我實際只要付出 三四三二元耶 那我們現在咧 我們的停管處 收搭月票多少錢 4800塊 所以等於我們市府吃掉了 民眾1368塊 所以月票 不是一個划算的事情耶 民眾他們不知道 他們預付了這麼多的錢 因為現在遇到很多情況 就是民眾 他們要去停的時候 停不到位置 市長 也就是我要吃吃到飽錢 那個餐廳先請你先付一下 我們吃到飽優惠的價格 一進去說不好意思沒有位置 現在到處民眾都在說 他們沒辦法停到車位 還要付這樣多的價格 非常的不合理 所以我認為 是不是應該以實際上 民眾的使用次數 來進行折扣 這才是一個 城市該進步的一個想法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北街喔 他們取消悠遊卡巴澤 用忠誠回饋 我認為我們停管處 可以使用這樣一個方法 因為技術上 現在都是車牌辨識 直接進場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啊 要大家實際使用 然後再進去折扣 而不是說一開始先給你折扣 你有沒有用到 不是我的事情 市長 你了解這個概念嗎 因為現在民眾提不到 那麼多的次數 然後你們還收這樣的價格 其實已經是與時俱進 已經跟不上了啦 對 現在聽得懂嗎 因為我們現在在北街喔 有針對你實際的搭乘次數 11到20次有現金回饋10% 它是針對你實際上 有使用到的次數 然後21 30到15% 那31到40是20% 這樣遞增 51次以上 就給你30%優惠 它是針對你搭乘幾次 來做一個折扣 你懂我意思嗎 是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 以後未來停管 可以保留一樣 保留我們的里長 里民的優惠 以外呢 我們設一個天花板 一樣是你們現在的4800塊 可是以前呢 針對我的使用次數來 進行一個折扣 跟一桌報告 那這一部分包含使用次數越多 其實它到最後轉換 就是說使用時間越長 那會得到更大的折扣 那以我們現在來看 其實我們台北市停車場的一個 算是困境喔 其實它使用時間都很長 所以我們停車場向來都不太夠用 所以說現在把它當成是 不夠用 因為民眾都整個塞報在那邊 是因為使用時間比較長 所以說如果現在是用 使用時間越長 它的獲得折扣越大的話 其實是在鼓勵民眾來 用次數來算 不是使用時間越長 這個次數到最後 因為這個經濟的行為 它到最後還是會回到時間 因為實際我們看來 不要用時間去計算了 如果用次數去計算了 這樣也可以提高周轉率喔 如果這樣就是那天花板拿掉的話 會更實在 而且超賣的情況 那你們要怎麼解釋呢 超賣這部分 因為我們已經經過精算 我們把每個停車場拿出來 就發現民眾 平均的使用的時間 跟次數拿去乘 你們4800塊 根本就是超收啊 沒有 這跟一座報告好 那目前我們是 我們月票算法是 以8小時來計價 所以是 每天8小時 20塊的話 所以4800是這樣算出來 所以有沒有辦法 改變月票 改成中程回饋 以針對他們 實際的使用的次數來做打折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你們一直預收 然後人家用不到 所以才會出現問題啊 對吧 這個要 你現在一下子講 我們要回去想一下 對不對 市長你先送他們錢 結果民眾都一直在反應說 我每次要停的時候 都大塞滿 所以我都不能停我那個 有付月票的那個停車場 那我還 跟一座報告好 那你們 因為月票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已經卡太久了 好多藝人都在提 每個人都提不出方法 你們用月票 民眾一般的想法 都是覺得 我月票反正就應該要 停到車位 為什麼不給我停車位 還不如用中程回饋 現在我看悠悠卡的技術 還有整個前面的那個車牌辨識 都會克服這樣的問題啊 好不好 因為我常常每次他們又一有窘境的時候 我們辦公室大家全部 然後召集的各種大家的民間團體啊 還有學術組織 都來幫你們在想辦法 可是每一次都卡在你們 這個是 我們回去想想看 這個可能要找專家來討論一下 對 我覺得很需要 解決月票 不然每一次各種問題 沒辦法有一個採取最後的方法 好不好 那接下來再討論一個停車格 智慧停車格 現在智慧停車格呢 在兩年前陸續我們失敗了 有兩種 一個是智慧停車柱 一個是地磁嘛對不對 那現在智慧停車柱呢 主要是在哪裡 我們的市府前面 另外一個地磁呢 就有仁愛路 杭中南路 總共有2390 今年三月南港也加入了 恭喜那也是1468個 總共跨近4000格喔 那其實這兩個 他們的設施主要提供的都是 停車的即時資訊 那其實智慧車柱 他提供的 也就是一個在前面可以 設路他們的那個叫什麼 車牌 然後你可以進行即時繳費 這一個功能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呢 一個智慧停車格 市長 要價20萬喔 一根 然後呢 便宜的也要12萬一根 而且一個停車格喔 必須設兩個 前面跟後面 所以你一個停車格 就要花40萬 大角度的辨識情況下 我們有問很多人 大角度情況之下 只有三成五的辨識 車牌的水準 所以呢 前後各一根 至多七成 所以很多的情況 其實有很多的常常 跟我們講說 其實這個情況喔 就是還是要靠人眼 所以並不能完全秉除 我們想要一開始 設置這個智慧停車柱 去消掉那個旁邊 平常騎那個小蜜蜂來 放那個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停車的那個 停車票券 所以你還是要靠人力 去在後台去做一個 車牌辨識這個標準 所以我認為 一個停車格 要兩個 然後呢 整排 我看 市長 這個 整個台北市停車收費的 歷史過程 來了解一下喔 全台北市在1992年 我們都有設置路邊 計時收費器 鼓勵民眾自主 去投硬幣 2005年呢 可以悠遊卡支付了 很棒 那2006年呢 又設置了2680個 悠遊卡做的 收費式的 停車計時器喔 那最後呢 為什麼 現在我們大家沒有看到 路上有因為使用率偏低 使用率偏低 所以在2011年的時候 所有路邊的停車 計時收費器 全部拔掉 然後呢 全部改回現在的人工收費 中間經過了這麼多的歷史跟歷程 從劍到拔掉 到現在我們又要重新把這一根根很醜的柱子再放回去 我們過去一直以來要爭取的就是行人 人形的用路的道路的寬度 還有擊退 我們努力了這麼久 結果現在市長 我們又要這個一個合約簽字多少 八年耶 這個柱子一放下去要八年 一根二十萬 我的問題 就是有這樣的必要 在破壞我們市井接融的情況之下 在做這樣一個實驗跟挑戰嗎 這個 這個在內部已經辯論很多邊了 對 還在辯論 我要講一下消費者使用的體驗 那時候我去杭州南路吧 那邊有一個市府官邸沙龍去找朋友 那那個時候我就是那邊是一個地詞 我覺得使用非常方便 為什麼我一上車 就看到旁邊有一個單子嘛 上面就一個QR code 我就直接掃了 那他就說不好意思 你現在不能繳費 你要離開之後 我覺得哇 就機密到這樣的程度 他們一個也才五千塊錢 地詞才一個五千塊錢 然後相對是他們的二十分之一倍 就是比那個停車住二十分之一倍吧 那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在那邊等差不多一分鐘吧 因為我想說整個資訊的回報 應該是有這樣的時間 然後一分鐘之後 他說 您現在呢 只需要繳多少錢 你還可以綁智慧型的APP 你付費還可以打折 我覺得其實地詞這個方面呢 就可以補足我們智慧停車的各種功能 在這邊我認為啦 我還是投地詞一票 因為那個街景 我實在是沒辦法去想像未來的整排 這樣一條一條住 而且我們台灣的天氣 濕熱 下雨 刮風下雨 以現在 平常你們測試 就是只有七成的清晰度 車牌清晰度 那以後未來呢 像我們的U-bike U-bike 駐車的 裝的損壞次數喔 從106年到現在 合計就2950次的損壞次數耶 所以電子設備 其實在我們台灣 這樣悶熱潮濕的情況下 確實是很難以存活 所以要保固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在這邊 加上人工的開單 這樣的情況前前後後 我覺得還可以補足在地 就是譬如說交通啊 治安上面的一個無形的助力啦 所以這個地方我希望我們的市長 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不希望就是說 一個停車格 然後都花40萬 去做這個柱子 然後又是回到了 好像好久以前的年代 那我們以後未來要拓寬 我們的人行到 可能要更多的歷程 更多的抗議 才可以去做更多的建設 對吧 這一題其實我們內部 討論都變了 都有 所以我們現在也沒有說 一定怎樣 還在討論 而且一千就是八年喔 八年 市長 明年1月1號就要上 就要新約 這個的確是一個討論的題目 到底要怎麼做 對阿 而且你們身價就是 那個辨識車牌 現場即時支付 已經可以透過我們的雲端APP 去做客服了 好不好 市長這邊再了解一下 那剛剛其實你們 停管處有提到 就是周轉率的問題 那過去也是有一個歷史過程 十年前停管處你們就說 一小時計費其實不合乎常理 以實際費不合理 為什麼因為有些人停十分鐘 我就要負一小時 所以呢 在經過多次的我們的政策 討論之下 變成半小時 對不對 那如果未來呢 我們的智慧停車 包含這個地磁 的話我們可不可以趕成 以分計費 讓民眾呢 我就算停五分鐘 也不用付半小時的錢 請 這理論上是對的 就是智慧化以後就是以分計價 對 好不好 我覺得這邊我們都可以盡全力的去做到 讓民眾可以以合理的價格去做他們的這樣一個付費 那再來呢 針對我們的480塊的禁勞點 我要討論到關於這次的疫情 就是疫情我們都知道那個時候我們的禁勞卡 其實市長都是希望鼓勵那些長輩能夠出去多做運動交流 不管是說捷運的搭乘啊 還有貓懶啊 還有各種士林官邸去觀光 可是針對這次的疫情 我們的480塊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那這個480點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到底接下來有沒有進行延用 或是擴大辦理 那我要先跟議員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兩天在討論 因為現在振興券 那個振興券有四個用 那個搭配那個禁勞卡要怎麼用 我們正在討論 那中間疫情期間呢 他們損失沒有去使用的 可不可以延後去給他們 進行一個補足的使用方式 正在考慮正在討論 那目前方向是比較偏要還不要 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要多少錢怎麼做 因為市長還有針對這一個 我們的禁勞補助 我跟你們調查調閱的資料 我相信是從2月開始嗎 我們的疫情就開始爆發對不對 結果我跟你們規矩處調 2月到4月的尚未統計完成 我說我今天要質詢 你們給我數據 所以表示從過去到現在 你們針對禁勞卡 這個部分的點數 都沒有做任何的一個相關效益評估 對吧 他們有跟你們回報嗎 市長你知道這480點也480元 其實長輩都用不到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知道 因為我們的預算就沒有編滿 那你怎麼知道 那我這邊怎麼要不到2月到4月的資料 他們說他們尚未統計完成 抱歉還沒辦法提供 現在已經6月了市長 有啦 這一定有數據 所以表示你們即時性不夠嗎 我們都已經6月了 2月到4月資料 長輩用了多少點都不給我 我們要怎麼找出一個方式 報告議員一下子 其實可能提供的局處不一樣 那今年我們統計到3月為止 大概整體而言 我們花完480點 有16.43% 大概佔4萬4千多人 其實有這個數字 OK 這個 那我們要的時候總共提供 對啊 那個議員你問到一個 我們正在思考的題目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前幾個月 沒有用完的 對啊 然後最重要的還是 讓長輩可以用到 是你真的使用到 然後擴大 因為我看到的項目 都是希望他們出去之後 可是確實有些老人家 他們行動不方便 他們可能只是想要到街角買個吃的 希望在這邊可以再針對480元好不好 來多做一些擴大辦理 還有醫療上面的一些小補助 對於這些長輩他們真的未來的生活 他們其實也就是一些小確幸 我覺得我們就是社會福利這方面 還是要帶做補足好不好 好 這個正在思考 因為趁這次這個振興方案 可以作為促進產業振興 好 那其實還有一些問題 可是因為時間不夠 我覺得還是未來可以做做討論 現在1分鐘 我想要跟市長請問一下 你在市政上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一個敢於創新的市長 改變成真嗎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都有討論到 希望能夠改變 可是我發現 在跟我們各局處多方討論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只針對自己局處內部 routine的工作來做一些改變 卻沒有 常常會有突發奇想 或是說來做一個實驗的精神 所以其實我們根本很難改變成真 一個城市一個社會進步 都會要有人跳脫框架 去做一些想法跟改變 這城市才不會有建設 才會進步 所以我在這邊斗膽的想要建議我們的市長 有沒有辦法以後未來針對每一個局處 希望他們在每一年都可以提出五個創新方案 然後大家來尋找一個實驗場域 來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可以 這很難 可以吧 可以 太好了 謝謝 我希望到時候未來可以看到一個詳細的proposal跟計畫 不然的話每次都是好像我們在幫大家尋找方法 然後講破頭了 他們說不好意思不是我的業務範圍 我會進行討論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市長 好 第四組質詢結束 休息 4點半復會